测试测试测试 大家晚上好 天逼天降什么时候出动 不存在的 今天美国实在是 你说要真正动兵支援 以色列是不太可能的 送点武器弹药什么还是有可能 珍珠党在今天进行了至少一轮 可能在刚刚一个小时之前 进行了第二轮炮击 而且按照我看到的消息 珍珠党似乎炮击了哥兰高地附近 目前还只停留在炮击 以色列的回应是 把之前边界上几个珍珠党帐篷给炸了 但是说句老实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几个帐篷你要我说 就是放在那边吸引注意力的 现在肯定都没人了 我个人怀疑叙利亚有可能会参战 从今天的情况来说 哈马斯在明显的把大量部队撤回来 似乎在昨天突击之后 今天就有更多视频表明 哈马斯在昨天第一波突击之后 只留下了少数人员继续打游击和电后 多数人撤回了加沙 他们很明显是准备在加沙进行固守 伊德利部好兄弟怎么办 伊德利部好兄弟不构成根本危险 在今天不可能出现说 伊德利部好兄弟重新大规模打出来 占领大片叙利亚领土 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伊德利部好兄弟实际上 目前多数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内斗上 现在的情况是 伊德利部在和土耳其支持的 那个叙利亚北部 所谓叙利亚国民军进行作战 所以实际上伊德利部好兄弟就是 他可以时不时给你搞一两个爆炸恶心你 但他本质上已经不对 对今天的叙利亚政权构成威胁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叙利亚完全有可能在戈兰方面动武 这是有可能的 叙利亚不需要应对土耳其 实际上伊德利部好兄弟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缓冲带 在今天土耳其并不对叙利亚构成威胁 而且目前土耳其主要军事利亚 是集中在库尔德那边 就是讽刺的是 和叙利亚政府所敌对的伊德利部 还有包括库尔德人 实际上变成了应对土耳其的屏障 而且在过去一年多以来 虽然两国关系仍然说不上是有多好 但是叙利亚和土耳其在今天 已经没有战争危险了 今天聊中东 少前是明天 我刚刚 我之前发了预约了 少前明天来 明天来评测 不叙利亚不是主菜 你如果要我说的话 我个人的评估是 如果真的对戈兰动手 那么很可能是这样一种形式 是由真主党突击队 对戈兰高地进行一波 和这回我们所看到的 哈马斯类似的突击 快速拿下戈兰高地上面 一系列军事据点 然后赶快把战线 推到戈兰高地 以色列一侧 接着叙利亚军队需要做的事情是 快速进入戈兰高地 接管这些据点 然后进行防御战 这大概率 会是叙利亚叙利亚军队的作用 他们应该不是负责第一波的突击 而是负责第二波的机动防御 但是你固守没有防空 有防空啊 叙利亚军队正规军 是正尔八经有防空的 是理论上是确实可以的 因为戈兰高地实际上不好打 有必要说明 任何一方如果能够 拿下戈兰高地之后 对面都不好打 甚至六七年六日战争的时候 以色列能打下戈兰高地 很大成功是靠运气 因为当时叙利亚军队 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溃逃了 原本乙军的规划是 仅仅是拿下戈兰高地 靠以色列一侧几个高地 让叙利亚没法炮击以色列本土 然而叙利亚军队当时崩溃的太快 所以到最后拿下了整个戈兰高地 现在都打起来了 还怎么突袭戈兰高地 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个人观点是 现在真主党在北侧进行的一系列炮击 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是一种前期准备 就是当进行大量炮击 在以色列北部假定说 真主党的反应只会限于炮击 跟以前各场冲突一样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真主党有相当高的概率 可以实现战略突袭 是完全有可能的 特别是从目前来看 短期内南线战事不大可能结束 那么这种情况下 北线的战备水平能够维持多高就很难说了 哈马斯说回去不是等挨诈吗 不 这恰恰是非常正确的 这恰恰是非常正确的 从昨天到今天的情况来看 以色列空袭的效能非常之低下 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空袭的多数目标 是之前能够确定的哈马斯固定设施 什么哈马斯领导人新瓦尔的家 哈马斯情报部门的总部等等这些 考虑到这一轮冲突是哈马斯发起的 想都不用想 这些地方绝对变成空壳了 新瓦尔的家都被炸了两三次了 他不可能还待在自己家里 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第一波空袭 目前看起来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哈马斯现在很明显是 把主力部队撤回加杀本土进行固守 然后在外面留些小规模游球队垫后 和尽可能造成杀伤 拖延以色列方面时间 从目前来看哈马斯到现在为止 所有战略动作都指向 他们希望吸引以色列陆地进加杀 而目前来看一切趋势 也确实都指向 以色列要陆地进入加杀 感谢Voyce of Hezbollah的SE 埃及今天最大的事情是 有一个埃及警察 估计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有一个埃及警察 打死了两个以色列游客和一个埃及人 那一个埃及人可能是被误伤 但是这个就很明显 这个就是以色列一直以来最担心的就是 由巴勒斯坦地区对以色列暴力 向哈马斯什么搞事情 他到最后重新煽动起 区域内一系列阿拉伯国家 对以色列的仇视情绪 这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最担心的情况 已经打死七一个了 我之前看的时候还说只打死了两个的 可爱情 那是不是现在拿下定据点全都要放弃 很明显是全都放弃 所谓的拿下实际上只是 当地没有有组织的以色列抵抗 但是哈马斯的渗透突击队规模 完全不足以说是控制据点 和在当地跟以色列打阵地战 我昨天的估计就是 哈马斯大概率不会固守 重点是在这些地区留下 哈马斯突击队少数存在 逼迫以色列必须要先清除 这些地区的哈马斯部队 然后在这些地区 因为是以色列本土 以色列不好动用重武器 所以哈马斯这些人 可以跟以色列直接玩CQB 可以跟以色列跑去打枪 而打枪的话 以色列非常难受 目前实体不在加沙北部 今天就我直播 今天不连线 目前以色列的主要方向 重点是优先收复 在加沙东南方的几个 有哈马斯渗透的据点 总体来说反应速度挺慢的 也是意料之中 因为昨天才开始动员E被E 从动员到发枪 可能还要经过一些 重新习惯性训练 至少是要三到五天 长的话可能一周以上 上一次黎巴顿战争的时候 从动员预备役 到真正做好准备地面作战 差不多花了12天左右 所以就他没发那么快 他没发那么快 目前主要作战的是 少数高战备水平的特种部队 还有大量边境的警察单位 好像以色列那门最新的报告 是昨天到今天为止 在交战当中丧生的警察 至少是30人了 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 很难 从目前来看最多的介入 目前应该提供了经济援助 但是这个经济援助 短时间内没法转变为军火 总体来说 这一次援助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没有把这个当成大事 这件事情对美国也是完全意外 在8天之前 沙利文在一个华盛顿的智库演讲上 才刚刚自信地说 中东目前处于20年来 最稳定最安静的时刻 我觉得它是真的脑残 我觉得它是真的脑残 还是那个问题 美国人还是看低了中庸的局势 还是低估了伊朗人的战略决心 和战略资源 IDF大概多久可以全面击退 阿拉伯抵抗力量 很难说 因为这种清扫城市 清扫定居点 非常非常的麻烦 特别是现在留下的巴勒斯坦游击队 大多数不是准备说守据点 大部分就在这些据点里面乱窜 然后跟你打CQB 就真变成COD TDM模式了 这种情况下 快的话 我会说两三天 慢的话 可能要一个星期以上了 很麻烦很麻烦 你相当于要挨防挨防查 你不知道对面在哪 就很难搞 还不能用重武器 这次算不算内塔尼亚图 不太明白巴勒斯坦战略目标什么 我的观点就是 目前哈马斯在做的 就是吸引以色列主力 把以色列吸引到加沙 从目前来看 一切迹象都表明 他们要做的是这个 而如果哈马斯的目标 是吸引以色列主力 那几乎必定表明 珍珠党叙利亚乃至伊朗人 会有些什么动作 因为哈马斯不是傻子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已经认识到 哈马斯的技战术水平 和战略决策能力 有着质的提升 甚至可以说 哈马斯现在的斗争水平 远高于过去 跟以色列所正面对抗过的 阿拉伯国家 不管是当年的埃及 可能还有叙利亚等等这些 比不过今天的哈马斯 那么这种情况下 哈马斯在这一回 堪比修哈一样的 扔出了这么多的资源 哈马斯我去查了一下 据说哈马斯 现在就是常备兵力是2万人 然后金瑞突击力量是1000人 如果他们金瑞突击力量1000人的话 那么他们几乎在这次战斗当中 把自己的所有突击力量 全部给砸进去了 投入这么多 他们明显是想来不大的 总体目标是不是戈兰高地 我会说戈兰是一个潜在后果 潜在方面 但是我会说 我会说再等等 还需要观察 但是你如果要我说最大限度的话 那这就是直接一次试图 军事上对以色列带来沉重打击 心理目标是 让以色列的所谓的中东超级大国的地位 彻底土崩瓦解 最严重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以色列整体的国家崩溃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目前以色列已经基本上 可以算是动员全面出动了 我个人倾向于是 这次事件是有可能演变成全面战争的 我会说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这是第六次中东战争 但是我会说扩大的可能性非常高 珍珠党在北部边界的动作 我倾向于是这个样子 首先是常态性的骚扰 以及让以色列部队难以 以色列北部部队难以被调往南方 这是一个 然后我会说更关键的是 我倾向于珍珠党在北部可能会有动作 我倾向于目前在北部的动作 是为了麻痹以色列方面 让以色列认为 珍珠党依旧只会停留在小规模的炮击 而不会有实际动作 沙特目前是要求双方停火 沙特首先表示一切责任都在以色列 然后要求双方停火 沙特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因为巴勒斯坦一旦打起来了 沙特必须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沙特实际上近期已经几乎跟以色列达成建交了 几乎跟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了 哈马斯的武装库存还够他进行全面战争吗 从目前来看是完全够的 从目前来看这第一波的 不管是以色列空袭 还是哈马斯的前期突击 对于哈马斯的整体军事力量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有没有能力同时开辟两场战争 拉倒吧一场都难 特别现在乌克兰的局面越来越不易 哪怕在有美国人支撑的情况下都很难继续了 就保大保小的问题 但是我的倾向于是哪一个都保不住 美国目前整体干涉能力太差了 北部死都不动 珍珠党再装也没有用 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一点有必要说 所谓的北部高度战备 但是以色列北部的守军数量并没有那么多 如果真的按照传说中的珍珠党的机动兵力 能够达到4到6万的话 那么珍珠党在北部实际上是可以达成优势的 包括如果我们看1973年 如果以色列没法往北部增兵调预备队的话 那么实际上打下戈兰高地 甚至是以色列北部分地区 是完全有可能的 核心是必须要拖住以色列预备队 而至少目前来看潜在的预备队 大量预备役人员都在往南边往加沙方面掉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说句老实话 从这次加沙第一天 哈马斯突破以色列周边筑类地带的效率来看 我个人对现在以色列北线是个什么情况 表示极度的质疑 我现在非常质疑 以色列北部战备情况能不能挡住 因为加沙周边按说 12年以来就是以色列重点建设方向 还包括多个军事基地等等 然而这次第一天几乎什么作用也没有发挥 是内塔尼亚胡宣言要打大 这是非常明确的 内塔尼亚胡宣言要打大 问题是突然性完全丧失 并没有并没有 这次加沙是怎么打的 我这次今天已经有复盘了 在过去几周 哈马斯都在进行高强度的演习 但是由于他们演习进行的过于频繁 以色列方面把这归为说 哈马斯在进行常态的宣传战 然后心理战 而不会有任何实际动作 这也是我之前说的 就是现代战争怎么打突袭 是我不停的在你旁边演习 我演习演到你已经皮了 你不知道我会不会动 到某一天你已经不再关心了 我突然就打过来 不管是俄乌还是这次哈马斯 都是重现了这一点 所以就是实际上 哪怕在高度战备 哪怕在对方保持高度景气的情况下 只要你做的时间足够长 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突袭的 再过十天就要在加沙图律 真的不现实 这里再度反映了乌有对于过去战争 历史有多么不了解 在14年的时候 实际上动员预备役不一定是好事 14年的时候当时动员了5万预备役 然后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预备役由于极度缺乏训练 根本没法在加沙打绞肉和近距离作战 然后结果是绝大多数预备役三五万人 全部在外围看热闹 真正进攻加沙的只有不到8000人 主要还是职业部队 然而就这样 加沙人当时还动不动用各种突袭地道 跑出来偷袭以色列后方 对着预备役大杀特杀 以色列打加沙看起来有兵力优势 但是非常非常讨厌的一点就是 他们真正能够进城绞肉的部队非常的有限 全军加在一起可能就只有不到1万人 能够真正进加沙绞肉 所以看似动员了很多预备役 但这些预备役多数都只能当气氛组 因为不敢进去 他确实你让预备役强行去成立绞肉损伤太大了 算上预备役现在应该是13万吧 好像是13万还是15万人 战争持续亏的话有没有可能对对岸动手 不大可能 准备工作还远远没有做好 我依旧是我这些观点 我方会不会动手 只取决于一点我方的军事准备 而到目前情况我还是那个观点 我方军事准备可能大概对应俄国人在19年到20年的水 所以我会说至少还有两三年 在做好准备之前不会动手 珍珠党要是真想打就和哈马斯一起动手 我不同意 实际上从过去经验来说什么 阿拉伯和以色列不能打快节奏战争 包括珍珠党的武器装备 阿拉伯方面在快节奏战争 打大规模地面机动战方面是不如以色列的 过去每一次都是阿拉伯方面试图快速作战 然后结果是由于缺乏共同协调指挥 由于指挥能力较差 战役机动能力较差 被以色列方面各个击破 这是以前每一次中东战争失败的关键 所以伊朗系一直以来的方法是跟以色列打要把节奏拖慢 要打长期战 要打慢仗 从目前来看 我说更加接近于是每一张牌慢慢出 从小出到大 先让哈马斯上 然后哈马斯尽可能吸引以色列注意力 通过加沙这个实质性的驻累地带 拖住以色列 尽可能多着消耗以色列方面兵力 后勤战斗意志 还有战斗人员 然后一步一步逐次投入 从对以色列的战略来说 我认为这是考虑到过去的阿拉伯国家失败经验 逐次缓慢投入的长期战争是正解 48年73年不停火就能赢 错误 48年就算不停火 阿拉伯联军的总兵力远远低于以色列人 48年到后期差不多以色列有12万到13万部队 阿拉伯联军只有不到7万人 就算不停火 他们可能能够进一步向前打一打 但是大概率最后还是被推回来 停火肯定对以色列有利 但这不代表没有停火 阿拉伯人就能赢 73年的核心问题是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而他们都在试图打速胜仗 对于阿拉伯来说 恰恰惊艳 包括像珍珠党和哈马斯这样 以轻步兵为主 缺乏重装备的军队来说 对以色列恰恰就是要打慢仗 恰恰就是要把时间拖长 关系基罗拉你还没进舰长群吗 不会吧 你确定你加了审核群吗 你如果加了审核群 应该是审核群那边能够直接批了进舰长群 没有问题啊 你看一下 感谢大人之未来SE 天天吹某实体全民皆兵 那是不是以后就是穿军服的是IDF 不穿军服的是潜伏的IDF 这话实际上哈马斯还是哪个抵抗组织去年就说过 说因为以色列全民皆兵 所以全部以色列人都可以视作是战斗人员 实际上在这次昨天当中也发生了很多屠杀事件 好像据说今天刚发现一个在以色列南部举行的音乐会 但是这一个音乐会就有250人被杀 其中包括大量外国人 到今天为止目前确认已统计的以色列死亡人数 平民加军人还在继续上升 IDF方面确认是军队方面死了40个人 这是明确有名有姓有照片放出来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实际死亡人数明显更多 少前明天 少前是明天 看我发的预约 感谢卷卷关系是811 珍珠党现在最简单的逻辑是等 可以看看哈马斯能撑多久 北线级别现在高度战备也不是什么能够长期维持的事情 假设接下来加沙地带战斗能够维持一定烈度2到3周时间 珍珠党在发动战役的主动权上面极度占优 是的我同意 我同意 珍珠党没有必要现在这个时间动手 因为现在哈马斯你们刚动起手来 刚刚下达命令要求最高度战备 北线现在应该是战备水平最高的时候 现在动手并不占便宜 被俘虏的那个少将 那个被俘的那个以色列还没有确认 被俘的那个应该是负责 按照目前的说法是他5月份刚升的少将 负责以色列纵身单位 就是非常讽刺的是 他的职责是包括负责以色列的各大军事院校 以及负责以色列的敌后作战和对敌渗透作战 就就我不好说 就是你一个负责特种和敌后渗透作战的 自个儿被别人堵在家里给背了 我不好说 我不好说 IDF能够动员到25万人 预备役没有那么多 动员的预备役应该是13万到17万吧 我记得大概是这个数字 因为由于经费问题 以色列裁撤了很多预备役编制 而且很多预备役单位的装备保障程度 目前很不好说 所以除非你说大量动员平民 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 那达到25万完全有可能 但是如果不进行那种程度的动员 是到不了那个数的 约旦不可能参战的 约旦不可能参战的 怎么巴勒斯坦日常发生在实体就受不了了 有些人是这样的 整天满口每一个生命都是生命 除了那些他们根本就不当人的人 不是那个 Voice of Hezbollah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的私信 我没有看到私信 现在才收到 怎么看半岛说IDF至少有4名将军被抓 还有个奥亚曼部特种部队少将 那个特种部队少将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负责那个敌后纵身的那个人 有其他有没有将官被抓 目前确认 以色列方面确认有一个准将被打死了 这是可以确认的 有一个准将旅长被打死 然后 别的不好说 别的不好说 半岛的话 我倾向于等一等 因为半岛本来就是亲哈马斯的 所以等一等吧 土沙伊的站位怎么样 土耳其中立 甚至可以说亲以色列 沙特中立某种意义上也是亲以色列 伊朗明确站边哈马斯 这个站位已经很明确了 重点是什么 就是不要以为今天以色列的最大对手 是阿拉伯国家 不是那些了 土耳其 伊拉克 沙特 埃及这些国家 早就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以色列最主要的威胁就是 哈马斯 珍珠党 这些周边组织 然后还有伊朗 包括对叙利亚人 其实以色列是缺乏准备的 如果这次叙利亚真的投入战争了 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 绝对是极为震惊的事件 IDF北部部队不南下 加沙能够对付其余的IDF部队 回答是防御可以 进攻不行 严格意义上在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动员以色列全国所有可用之兵 你拉15万人过来 都未必能够打得下加沙 但是如果以色列说真的放弃 他不进攻加沙了 哈马斯也只能跟他干瞪眼 所以哈马斯如果想要吸引以色列主义 他必须有一个契机 逼迫以色列向加沙派遣大量部队 而目前来看我会说他们已经实现了 昨天第一天的极度成功的突袭 对以色列国内民心和舆论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我今天一天都在盯以色列的各种媒体 毁灭性的打击毫不夸张的说 毫不夸张的说 至少是被比作1973年赎罪的战争 可能更糟糕 在目前这种情况以色列几乎没有任何选择 必须要派大量地面部队直接进攻加沙 单纯如果还是只是空袭和轰炸的话 以色列本国民意根本撑不下去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哈马斯的嘲讽非常非常非常成功 而且哪怕以色列军队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必须去 他们必须去 不去的话国内民意根本就撑不住 哈马斯这次底层逻辑 我关键是到目前为止哈马斯就是T 核心是嘲讽 而到目前为止嘲讽非常成功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有人在嘲讽 那么其他人会干什么 我会在后天详细出视频回顾这场战斗 到周二的时候 我会专门周二会专题来谈哈马斯 以色列用核威胁伊朗怎么办 不怎么办 我倾向于伊朗人过去的态势就是有种你就诈 有种你就诈 伊朗人一向就是有种你就诈 你诈我就拿导弹诈以色列 还是那个问题 不要太高估在今天核武器的实际破坏能力 而且对于以色列的实际 我昨天也谈过 以色列实际核武器战备水平怎么样 我个人抱持高度怀疑 在今天军事层面上来说 伊朗对以色列是占有明显优势的 而且我不认为说 在目前哈马斯已经打起来的情况下 以色列真的敢在这个时间点去主动挑衅伊朗 非常难 非常困难 抵抗之虎有没有稳定的物资供应夹杀 直接了来说就是没有 说不定可以通过埃及运一些 但是量也是有限的 归根结底你可以直接把夹杀理解为气子 夹杀就是一颗气子 本质上夹杀是没有战略意义 对于抵抗之虎来说 夹杀的意义就在于夹杀有那么几万号兵 这是夹杀最大的意义 真正你说丢了夹杀这颗气子 对整体布局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夹杀能够起到的最大的作用 就是他今天所做的作为一个嘲讽吸引以色列主力去进攻夹杀 这是夹杀能够在任何对以色列战争当中能发挥的最大作用 有没有可能哈马斯突然搞这么一个没人配合 有没有可能 我说有 但是可能性很低 还是那个问题 在过去几年当中 哈马斯已经证明了自身在战术战役和战略层面都有着较高级的能力 而且对于哈马斯背后伊朗人和珍珠党来说 放弃哈马斯的成本太高了 哈马斯已经显现出足够高的价值了 在这一次他嘲讽了 如果别人没人帮忙 哈马斯这回完蛋了 那么对于伊朗和叙利亚来说 伊朗叙利亚珍珠党来说 手头就失去了一颗非常宝贵的棋子 所以我会说不管从哈马斯自身 还是伊朗方面来说 很难想象抵抗之狐其他成员不会有后续动作 很难很难 是这样子 我不认为其他阿拉伯人会快点上 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 因为如果现在上 加沙的嘲讽作用就降低了 如果要上 那必须在加沙充分发挥嘲讽作用 已经作为一块磁铁 吸引了大量以色列部队和火力 甚至说句难听的 加沙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什么 吸引以色列空军的弹药 没法对付以色列的飞机 但是以色列飞机有可能把弹药扔完 这不是一次两次的 06年黎巴嫩战争 以色列方面一个星期 就打完了所有的精确制导弹药 然后在21年那次 以色列精确制导弹药 似乎也消耗的非常快 所以是完全有可能 让加沙在那边打 消耗以色列的兵力 消耗以色列弹药 消耗以色列战略预备队 消耗以色列作战意志 我会说这个过程 我不认为在一周之内 就这么说吧 我不认为在一周之内 其他有任何一方会动手 不是用加沙围典打员 而是单纯用加沙来消耗 没法围典打员 如果真的炸了 你说以色列用核炸伊朗吗 炸了就炸了呗 伊朗那个军事模式 你就算拿核弹炸了得黑啦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大概率是伊朗对以色列本土 进行大量的导弹骑射 攻击以色列关键设施 估计也就这样了 你就算炸得黑兰 炸死个几万人 对伊朗的军事能力 没有影响的 没有任何的影响 珍珠党80%只会炮火支援 我不同意 我个人认为 如果这一次哈马斯 能够有效吸引 以色列方面机动力量的话 珍珠党有动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你是没有看到 去年以来珍珠党都在说些什么 珍珠党在去年以来都在说什么 敌人的暗杀 病痛等等 都导致我们的高层领导层 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自然死亡 就已经是一副 我们所剩十日无多 必须要考虑来波大的 而且今年珍珠党举行了多年以来 规模最大 公开程度最高的 在南黎巴嫩的阅兵 演练项目都是高度实战化 和这回哈马斯类似的 如何突破边境 如何抓人 全部是练的这些 珍珠党去年到今年的一系列的表态 明显不是擅长的样子 这么残忍 为什么哈马斯能够接受 因为哈马斯本来也好都拿去 这个问题你要问以色列 加沙在这么多年被封锁之下 已经真的变成 我活着不如死了 我还不如干一波的 为什么哈马斯能够接受 因为继续维持现状 对他们来说好都拿去 以色列通过对周边 包括哈马斯等等的压迫 以色列在给伊朗人递一刀子 正由于加沙经济这么糟糕 伊朗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 仅凭借最低限度的援助 就收买加沙 你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士兵 可能值几万美元 加沙一个大头兵 可能就值不到一千美元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而这一切是谁导致的呢 就是以色列 你把别人弄得连死都不怕 赶快亚瑟罗伯特的SC 可不可以看出中东老哥从加沙登陆 什么叫加沙登陆 我没有理解 什么叫加沙登陆 如果把当期这个思路 对国内讲清楚 以色列能不能hold住 也hold不住还是hold不住 几乎可以说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 由于一次又一次宣传 以色列民众已经被宣传傻了 对于战略等等这些 基本上毫无概念 有的只剩下 你今天揍了我 那我一定就要以牙还牙还回去 在之前的小规模攻击 内塔尼亚湖还能够撑住 但是这一波攻击规模太大 这个失败过于严重 已经不是任何说 内塔尼亚湖的战略定律可以撑得住了 他只能上 没有别的选择了已经是 哈马斯有可能单挑打赢 以色列国防军吗 防御有可能 进攻不可能 进攻不可能 那哈马斯能够撑住一周吗 在加沙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在加沙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那个问题 太多人没有关注 过去以色列和哈马斯对抗的历史 实际上早在2014年 以色列地面部队 就已经没有能力进入加沙了 而这一次归根结底 是由于受到刺激 大家还觉得 IDF天兵天将不可战胜 只要动起全力 一定能把加沙离亭扫血 实际上就是没那个能力 就是没那个能力 我们来重温摩西达阳的名言 只有傻子或者疯子 才会去和30多万巴勒斯坦人 一起在加沙混在一起 摩西达阳当年规划 六日战争的时候 就是绕过加沙 从任何军事和战略常识来说 打加沙都是一部臭棋中的臭棋 没有人想打 包括那些塑造了 以色列辉煌历史的过往将军们 都是一副绝对不要打加沙 沙龙当初就是主动撤出 加沙内部定居点 放弃了对加沙蚕食策略出来 就是因为没法弄加沙 加沙城市化尺度太高 巴勒斯坦人太多了 然后今天加沙有300万人 就是拿不下来 就是拿不下来 感谢WCVUP的SC 实体面对现在的局面 有什么可能的去解法吧 说句老实话很难 很难 就是他目前面对的外部压力太大了 哪怕这一波能够撑住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哪怕他这一波能够撑住 中长期来看 他依旧面对一个非常糟糕的外部环境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我个人倾向于是到目前为止 哈马斯昨天突击所取得的战果 远远高于哈马斯最狂野的预期 哈马斯那边明显 我感觉他们的很多发言 都对这回取得的战果感到惊讶 对了另外 我昨天估计的一件事情已经出现了 哈马斯方面好像明确说 把抓来的以色列人质 具体数字没有透露 只说抓到了大量以色列人质 这个数量可能是数百 哈马斯方面已经明确说了 正在把抓来的以色列人质 分散到加沙各处 这一定会对未来以色列空军的轰炸 带来更多的麻烦 他们至少别的不说 要花费更多时间在目标确认 以及评估 这个区域有没有可能出现 以色列人质上面 会极大的降低IAF的空袭效率 对 他们直接说 足够换回所有 还在以色列被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 如果不管人质直接开诈 我明确说 以色列内部民意撑不住 以色列内部民意撑不住 人质这个问题 在以色列国内 是个极度极度敏感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 也跟各界政府有关 经常各界政府 是把一些重 甚至是一个人质 像当初那个叫 罗恩阿洛德 罗恩阿洛德 是一个飞机领航员 在南黎巴顿失踪 然后为了获得这个人 甚至都不是为了解放 这个人应该早就死了 哪怕只是为了 获得这个人的下落 都已经跟真主党 做了无数次的交易 谈判 有无数的巴勒斯坦 和黎巴顿囚犯被释放 就为了这个 在以色列国内 人质问题是 极度极度极度敏感的 就是整天宣传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不抛弃任何一个人 然后在今天 在刚刚出现 这么大规模的丑闻之后 你对以色列人说 我们不管人质 我们直接炸 以色列国内民意受不了 以色列国内民意受不了 哪怕任何人都知道 已经没有希望救出人质了 他们哪怕是做样子 他们在轰炸流程 都会被严重延误 没有没有 那个大规模空降 有点问题 应该是假视频 我看有人说了 那是埃及最近一次 那个军事学院毕业表演 应该不是哈马斯 那个好像不是在 不是哈马斯 是在埃及 总体来说 今天以色列国防军 依旧只进行了 有限的反应 这是意料之中的 我还那句话 这是意料之中的 因为绝大多数预备役部队 昨天才刚刚进入 动员状态 不能被立刻投入 目前交战的多数 还是一线的警察 边防军部队 然后少数 有反击能力的IDF部队 从今天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 我们甚至可以 一个比较夸张的估计就是 在昨天之后 IDF一线的反击能力 已经完全被打崩了 打死了一个常备旅局长 然后至少一名将官被捕 可能还有多名高级军官 目前还确认是有个忠孝 有一个是381信号营的忠孝 在军事基地里面被打死了 多个军事基地被占领 可以说以色列国防军的一线应对反击力量 在昨天几乎第一波就崩了 IDF的加插之后的旅局部的是不是被歼灭 不算被歼灭 但是由于多个基地 然后包括高级军官被杀或者被抓 导致上重新组织等等各方面 还需要时间需要相当的时间 从现在来看哈马斯昨天的战果 可能比想象中还大 因为伤亡从昨天到今天伤亡再不断增加 而且到今天从目前来看 至少在多个军事基地 哈马斯甚至还能在几个军事基地 袭击以色列部队 甚至可能还有部分军事哨所处于 被哈马斯完全控制的状态 昨天以色列把加沙士师部给打回来了 但是还有其他几个军事基地 目前来看哈马斯没有固守 而是打完就撤 留下少数人员 继续依托基地本身 然后在当地捉迷藏打游击 就真变成COD TDM模式了 感谢纳斯鲁拉的NCU 如何看待这回真主党的小范围动作 这回不只是象征性打了几把混蛋 对 这回是我会说他在进行一定程度的火力准备 我的观点是真主党在准备自身的突然袭击 我倾向的这样是 真主党在进行小规模的火力骚扰 然后让以色列认为真主党的动作 依旧会仅限于小规模火力骚扰 接着如果在某个时间点 在之后几天 我们可能会看到出现新的小规模火力骚扰 但是可能会等到 当以色列方面认为真主党绝对不会有动作的时候 不排除真主党会有大规模的动作 特别是戈兰高地方向 我会说因为我今天看到的就是 戈兰高地方向出现了炮击 而且这不是这两年来第一次 在去年应该就有过 所以如果之后真主党方面对戈兰发动突击 我不会感到特别意外 哈马斯目前没有被斩首 目前以色列方面和哈马斯方面都没有公布任何明确被斩首的哈马斯高官 有多座哈马斯建筑被炸 但是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这回是哈马斯先动了手 那么他们一定这些方面全部是疏散的 没有没有 叙利亚和哈马斯早就讲和了 你活在过去 叙利亚和哈马斯在18年就讲和了 双方已经讲和了 现代国家很难打高烈度战争了 我不同 那俄乌算什么 而且今天以色列也是全面动员 你如果要说还还有包括像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张小的 我们就不说了 这两年我会说 我最大的破除的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 现代国家不能打高烈度战争了 加沙被炸成废墟了怎么办 很遗憾的以色列没有那么多弹药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随着城市化的大幅度增加 以及常年和平使得各国的军备量没有那么多 还有现代武器生产越来越困难 导致没那么多弹药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加沙没有那么多弹药 你要知道巴赫木特打了那么久 消耗了那么多的弹药 不好说西方弹药的库存可能有30%都被耗在了巴赫木特 就连巴赫木特还有一大堆楼 虽然千疮百孔 但是还是能够被用作掩体 那么巴赫木特在战前居民有多少呢 才区区8万人 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 你哪怕现在把全以色列的炮弹和航弹加起来 都没法诈评加杀 如果需要抽掉戈兰旅 那就情况就很糟糕了 戈兰旅应该在北边 这次冲突规模远比纳卡要大 双方可投入的兵力等等各方面都高于纳卡 纳卡镇的话阿塞拜疆投入兵力最多的时候应该就3万5左右 为什么不用核弹 因为核弹对密集城市群其实效果不是很好 虽然不排除以色列有可能会动核 我会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以色列会动核的可能性 但是我倾向于这种可能性很大 而且就算动了核弹也不代表不能继续打了 毕竟很多放射性影响是长期性的 它不会立刻弄死你 土耳其大概率不会支持哈马斯 觉得没戏阿拉伯国家反响平平 阿拉伯国家过去20年都反响平平 过去20年核心就是靠着伊朗人 归根结底 阿拉伯国家都是往往转向 跟以色列弹劾或者试图对抗伊朗了 还是那个问题 大量人没有意识到今天中东对抗的阵营究竟是什么 今天中东最大的反美反乙阵营 就是以伊朗为首的抵抗之湖 而且说句老实话 这仗如果拖下去不排除伊朗会直接下场 或者动用珍珠党什么 测试一些他们的新玩具 革命卫队总司令今天刚刚公开说 伊朗最新的无人机玩具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AI识别可以自行制导 攻击船只相应部位 把船打伤而不击沉 以及可以通过AI协调 进行自行编队的自杀无人机机群 就搞不好我们可能会第一次看到 风群无人机的实战 不是阿里加德是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敏 如果美国援助从目前来看 美国似乎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援助以色列的东西 除非他们直接送现役武器 这件事情对我国会有什么影响 回答是到目前不确定 取决于这场冲突最后的结果 但是总体来说我说对我国是有意义 因为我国目前在中东外交主要抓手是沙特和伊朗 以色列对于我国来说外交和政治意义不大 以色列对于美国和欧洲的意义很大 而且说白了如果未来我国要主导中东和平 如果以色列不存在了 用一个比较冷血的说法 如果以色列在 你还要考虑怎么样平衡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如果以色列不在 那这个问题就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这还是要取决于战争最后结果 所以到现阶段还需要观察 阿富汗不会参与的 塔利班就随便喊两嗓子 你别指望了 而且说句老实话 塔利班的战斗素质不一定比哈马斯高 或者说大概率比哈马斯要低 川普说的对世界乱套就是因为美国弱了 这话没说错 但是我会加一个 之所以乱套是因为美国弱了 而且还疯狂想要干涉 如果美国承认自己弱了 老老实实收缩 可能还不会这么乱 但是因为美国想要干涉 让很多美国支持的地区小国 觉得自己还可以蹦的两下 觉得自己还可以和大国对抗一下 然后到最后就只能变成一通暴走 你就像如果没有美国干预乌克兰 乌克兰最可能大概率 就不会试图说托俄入欧 那么俄乌战争大概率并不会打起来 哈马斯没有重武器 必被IDF打回家沙 没错 所以哈马斯自己撤回家沙了 从昨天和今天一系列视频来看 哈马斯做的就是撤回家沙 我觉得像包括OK哥在那一些人 有一个搞笑的倾向 他们一边说我过于理性 我判断国家有理性出发 然而他们同时假定 西方各国一定会采取最理性 最合理的方式进行战争 但恰恰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我们看到 真正以理性方式应对战略对抗 战略竞争的 恰恰是中俄一这些国家 恰恰是西方国家和以色列这些国家 由于受到本国民粹绑架 所以没法进行理性行动 像这回最理性的行为就是 不要动员欲为义 不要进加沙 但是大概率最后还是得进加沙 从目前各方面的迹象来看 以色列都是要地面进入加沙 否则不管他们政府还是民间 完全没法忍受 有人说留着以色列这个钉子 符合我国利益怎么看 我不同意 因为我国对以色列 没有足够的政治筹码 就这么简单 我国对伊朗和沙特都有政治筹码 但是在18年前后 一系列事件已经表明 当我国利益和欧美禁 发生冲突的时候 以色列一定占欧美 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 不管从经济上 他获得大量外部援助 还是他民间情绪都更加轻欧美 所以钉子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问题是 这个钉子不是我们 这个钉子是欧美的 就这么简单 除非有人能想办法 让我国对以色列相比欧美 有更多的筹码 而且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不会激怒伊朗和阿拉伯国家 但是我个人想不到这种办法 能打一周进攻吗 你说以色列吗 以色列还是哈马斯 哈马斯目前明显就不打进攻了 哈马斯目前明显就撤 打一波就跑 那哈马斯游击区怎么办 明显就是留在那边等死 很明显是等死 从目前来看 就哈马斯留在后方的明显就是死事 就没准备活着回去 那这次哈马斯不能是为了激怒对手 逼他全面进攻加下 从各项角度来看 这就是最合理的 从各项角度来看 这就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而且有必要说明 在这次战争爆发之前 哈马斯和以色列关系是趋于缓和的 以色列甚至由于面对的最大威胁 是巴勒斯坦 以色列甚至对哈马斯采取了更加温和态度 相当于以色列之前在给哈马斯钱 会哈马斯 然而在这个背景下 哈马斯还要动手 哈马斯到目前为止 一切战役战术战略层面的操作 都突出了一个 就是为了嘲讽 就是为了让以色列失去理智 失控 然后大规模进攻加杀 否则没有别的合理的解释 IDF弹药库存能不能支持一周高长度进攻 很难 如果他们继续按照过去的节奏的话 可能会在第一周或者第二周 用光所有的精确制导弹药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哈马斯在干啥 为啥要打 还没听我刚刚说的 我再重复一遍 我个人判断是 到目前为止 一切哈马斯的行动 都是一副嘲讽以色列 吸引以色列地面进攻加杀 那么我虽然不敢下决定性的判断 但是如果有人在进行吸引 在进行明显的嘲讽的话 大概率是有后手了 而后手也确实存在 在以色列周边 潜在有可能对以色列直接动手的 是黎巴顿政治党以及叙利亚 其他有可能的不排除 从伊拉克调兵 乃至伊朗本国对以色列进行攻击 是有可能的 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IDF在黎巴顿惨败之后 真的没有涨进吗 不 IDF有涨进 没有涨进的是以色列社会 这是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是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 以色列由于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 还有国内福利问题 养老金问题 导致以色列军事开支 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压缩 你如果长期关注以色列军队 还有以色列各种军事达致的话 以色列军队是懂的 以色列军队知道问题是什么 以色列军队也知道 今天的以色列没有能力 和周围各个组织 开一波大规模战争 以色列军队知道 以色列政府知道 只有一个问题 以色列老百姓不知道 而且也没有任何人真正有胆 对老百姓承认说 今天的以色列军队实际上 已经不具备 给以色列提供完全的安全 以及和平保障的能力 没有任何人敢承认这个问题 承认这个问题 就是共动摇以色列国本 而军队知道 政府知道 所以他们会尽量避免 从去年到今年以来 面对一轮又一轮的 珍珠党的哈马斯的挑衅 他们都在试图尽肯的压 防止冲突升级 防止冲突爆发 到目前为止 也都压住了 但是这一轮哈马斯进攻 直接导致任何试图压制 国内民意的任何企图 都全部失败 因为这次失败 实在是过于严重了 怎么看会不会是毛子开第二战线 客观来说我会说 这很有可能变成 俄罗斯的第二战线 但是主观上来说 哈马斯不是俄罗斯能够拉得动 到最后大家需要认识到一点 就是我一直谈的 伊朗在今天已经实际上 变成了一个区域大国 它对于区域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 可以说是五常级别的 在中东 现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 中东的几乎任何问题 离开伊朗没有办法解决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依旧抱持过去想法 把伊朗视作一个二流 乃至三流国家 但实际上从经济上 军事上 科技上 以及势力范围上来说 伊朗现在中东就是一级 你离开伊朗没法解决问题 为什么失败 他们犯了什么大错 他们犯了大错就是 整天跟国内民众宣扬 IDF天下无敌 然后同时他们还是一个民选政府 就这么简单 然后老百姓真的觉得 以色列军队天下无敌 因此他们觉得 我们不需要妥协 我们可以乱创 我们不需要弹劾 我们不需要谈判 对了 我国表态已经出来了 我国表态非常明确 唯一解决巴以冲突的方法 是进行两国分治方案 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 两国分家 而这是今天的以色列所不能接受的 那基本上我国就是一副 我反正好话歹话都说完了 然后我国表态也是一贯的 没有任何的改变 然后接着就你们爱干嘛干嘛了 巴勒斯坦地区 其他中东军旅有没有动作 有 P.I.J.有动作 P.I.J.明确参加了这次作战 然后 虽然这回看起来 P.I.J.没有获得提前通知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有没有提前通知 但是P.I.J.很快跟进了 然后巴人阵也跟进了 哈马斯预告6点钟 加上有大节目 大概率就是打一波火弹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就以哈马斯目前的状态 说句老话 如果哈马斯真的不在意自己的名声 哈马斯可以给你搞个什么 直播处决人质之类的 虽然我个人估计 他们现在应该不至于做到那么夸张 因为伊朗人还是要脸的 但是你比如说哈马斯在那边 拉个人质出来 拉个被俘虏的IDF高官出来 给你走个秀 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完全有可能的 或者比如说哈马斯朝海上 打两发反舰导弹 或者反舰无人机 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6点是我们这边应该11点半左右 11点还是11点半左右 过一会看看 反正差不多应该今晚又会有一波新闻 因为现在的话 那边正好是下午 之前主要是早上 然后很多新闻的报道还没到 马上到那边下午和晚上时间了 估计新闻会更多 这两天就很热闹 这两天就只说很热闹 不 如果哈马斯要处决人质是这样的 首先哈马斯和伊朗 现在已经不干那些容易招人恨的 什么处决人质 什么自杀喇喇 现在都不干了 但是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哈马斯通过处决人质 进一步嘲讽以色列 增强自己的嘲讽效果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进一步嘲讽是有可能的 是观望下 如果后续没人下场 那对哈马斯来说就非常糟糕了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不能排除后续没有人下场的可能性 但是我的观点是从目前的迹象来看 我越来越倾向于这一次哈马斯 是属于明显的有后招 而且明显有组织 有协调的一个情况 如果理性人面对实体那种民意怎么办 最后的问题就是 这个时代你不能依靠的 就这么简单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这也是我一直说的 就是你这个一直推 你最后就会发现 核心是在今天的背景下 在广大民众整体对于地缘战略缺乏认知 而同时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发展 又变得比任何时期更加重要 同时由于新闻媒体和信息传播 民意对于政策的干涉越来越多 到最后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你必须把民意和政策制定给切割开来 就这么简单 这也是我一直说的 就是为什么我观点认为是核心是 西方体系已经不适合今天了 为什么哈马斯这一次能成 以色列的麻痹大义哈马斯的准备充分 就这么简单 强人政治是不是好了几个方法 不好说 但是我会说高度集权中央政府 我的观点一直是 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 当面对越来越多的动荡 以及民意越来越破碎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各国都会面对经济问题 在这一波秩序重洗牌的时候 各国都会面对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会直接导致 各国政府进入不稳定时期 对 这两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 英国保守党可能要垮台了 目前工党在民调当中占据明显优势 核心就是因为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大家一定是怪执政党 哪怕我个人并不喜欢工党政策 我明确说 如果工党这次真上台了 那可是时隔20年以来的工党上台 应该是20年了 应该是20年 托尼布莱尔什么时候下台 保守党目前比工党要低19个点 很糟糕的差距 而且保守党最近一次大会也并没有提正民调 也并没有提正民调 感谢拉尼亚凯亚超光速土著的SC 民调是可以扭曲被认知作战被带节奏了 就像少前二下的节奏一样 我不好说少前二那个具体是不是节奏 但是你的整体陈述我 我并不支持工党 明确说 我个人并不喜欢今天工党的政策 苏纳克不是把通胀压低了吗 但是英国人经济依旧烂呢 经济依旧烂 大家不会在乎你有没有把通胀压低 你经济烂那大家就不喜欢你 你这就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处于一个经济下行期的时候 不管你政府政策是否合理 老百姓都要把你给选择 然后就导致越是经济下行期 越是不停的换 越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政策连贯性 你就越糟糕 就这么简单 是大概率工党上来经济也没好转 那有可能下次大选工党又下去 换保守党上台 就有可能是这样了 哈马斯怎么打的 有细节介绍吗 明确的是 无人机第一波用无人机空头守雷 炸了一堆以色列在边境上面 安装的观察摄像头和监控器 然后同时对以色列动身打了一波火箭弹 让以色列方面误以为 哈马斯这一次依旧是传统的 打打火箭弹就结束了 然后在以色列疲于应对火箭弹 而且同时 昨天正好是以色列赎队日假期之后一天 然后在这个时候 地面大量的轻装部队骑摩托车突击 弓兵炸开了以色列防御设施外墙 然后直接冲击去 进兵营直接开始突突 核心就是 哈马斯在之前做了非常充分的 应对以色列的防御手段的准备工作 而以色列方面处于完全的懈怠状态 因此被打了一个彻底的措手不及 而且这一次比73年还要丢人 73年虽然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前线部队抵抗还是比较顽强的 但是在面对对方优势数量 或者是由于以色列方面错误战术 然后导致伤亡严重 而这一次是完全没有做好任何作战准备 这一次是被对面堵在兵营里面杀猪 那是真的难看 不不不就是支持工党 非常明确就是支持工党 工党民调和保守党民调数据出来了 就是支持工党 因为今天很简单 你不可能支持那几个小党 那你不支持保守党 你只能去支持工党 就这么简单 这下大伙也该对美式和平表象失去性侵了吧 等一会儿 目前多数人的看法 我所看到的特别是国内 包括国外 现在最理解情况有多严峻的是以色列人 国内绝大多数人依旧认为 没什么大事 这只是新一轮巴以冲突 还继续维持过去刻板印象 放心以色列会暴打哈马斯 哈马斯会很快完蛋 等等等等 或者说又是一轮没有任何结果的一场战争 然后有些还可以继续伪善的 为巴勒斯坦抹两滴眼泪 尽管这些人骨子里是支持以色列的 我们再等等 我们再等等 我一直强调 我对巴勒斯坦以及抵抗之湖的支撑 支持不是因为道德要素 而恰恰是因为 他们在战略对抗当中 表现出了惊人的战略定律 以及惊人的战略方面的组织能力 这才是我支持他们的关键 也就是核心是他们能打 感谢汤白龙的SE 一边听直播一边抽奖 十连出货是吧 可爱惜 至少就是 十连出了两个赫德雷可爱惜 至少就是我们可以明确看的 就是这一次第一波进攻 能够明显的看到 就是哈马斯绝对不是 稍微关注一点 哪怕你没有关注过去几十年斗争 但是你单就看这次 应该你可以反应过来 以色列国防军远远没有过去想那么强 而哈马斯作战能力 也远比之前预期来的要高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是现在是在以色列队加沙进行了狂轰滥炸之后 双方总体伤亡还处在一个非常接近的水平 感谢HPC931105的SE 我看一下 感觉竞争压力下周围之前认为 中国会越来越好的朋友 现在聊天认为欧美打压 对中国科技充满悲观 认为以后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怎么一下转变这么快 我会说这个评估没有错 我会说这个评估没有错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在2022年之前 我的观点还是欧美有最后的底线认知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对抗当中赢不了的时候 他们不会选择对抗到底 而是会选择以一个相对较为体面的方式 通过谈判 保住一点自己的最低底线和利益诉求 然后 就是大家相当于尽快的决出胜负 输的一方老老实实认输 然后之后我们来考虑面对具体问题 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 气候问题 怎么解决 我们可以快速进入到一个冲突之后 重建秩序的一个重建阶段 但是到目前来看不是这么一回事 目前来看欧美是确实 要么是他们傻到不知道自己居于劣势 要么是顽固到哪怕居于劣势也要对抗到底 那么我们要进入一个实际的通过使用实力 乃至武力的对抗时期来重塑这个秩序 那么如果要通过武力重塑秩序 自然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个动荡时期 但是我的观点是 那这个错误主要在于 明明已经没有能力执掌全局 却硬要霸占位置不下台的那一方 哈马斯明显是首强于攻 哈马斯明显是首强于攻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 哈马斯缺重装备 你缺重装备 你依托楼房 依托攻势 打防御是完全可以的 你没法打进攻的 清步兵精锐 大概率攻强于首你在开玩笑吧 那个赫尔木特冯茅奇 你在想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呢 朝鲜第四五次战役等等 当你进入到平原区域 你清步兵没法进攻的 那怎么可能 清步兵一向以来都是核心 还是防御能力更强 你没有装甲力量 你没有炮兵 你没法打进攻打攻坚的 感谢我是扎旭的SC 买杂串听录播 没留声少给了一击牌 怎么想都怪主播 可爱心 对抗什么都加剧的 我会说最后的转折点就是2022年 就是2022年 俄乌是一个转折点 我的观点就是 俄乌是最后的战队机会 在俄乌之后就已经没有战队机会了 因为俄乌之后双方阵营百名了 到那个时候就不是战队而是投降 而投降和战队的待遇一定是不一样的 22年之前你怎么样跳鞭都没问题 在22年之后你再想要跳鞭 非常非常的困难 不管对于哪一方的跳鞭都一样 一句话简出 哈马斯最近12小时有什么进展 没有任何进展 哈马斯非常明显在重新把部队收缩回家上 最近的12小时主要是 IDF在开始缓慢调兵 开始清除之前哈马斯所控制的据点 所以总体来说最近12个小时 是比较安静的12个小时 但是我会说从整体来看 它恰恰说明这场战争有可能会扩大 有观众问如果以色列在这次战争当中 输了对中东有什么影响 会使得就是我们要看具体是什么样的输 有多严重 就是在这场战争输了之后 是输比如说加沙周围战术失败 没法成功打下来 还是你比如说北边戈兰被打下来 还是甚至有可能说 以色列国家都无法维持存续了 不同的失败有不同的级别 但是我会说 哪怕是最低限的就是 他们被哈马斯干了之后 没法铲掉哈马斯 没法铲掉加沙 哪怕只是这个程度而已的话 那么都会意味着 都会意味着 在中东以色列的威望进一步下降 然后阿拉伯国家需要进一步重新考虑 美国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安全保障 中东的整体态势会进一步向伊朗倾斜 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 哈马斯方面预期有多少可用兵力 2万到4万应该是这个兵役数量 职业兵的数量应该是至少是8000人以上 有不同的估计 但是我反正看到 我看到的估计是 哈马斯可用兵力是2万到4万这个样子 包括动员人员 这次缴获的重装备应该是有些轻的什么汉马什么被当作战力艇开回去了 目前不确定剩余的重装备是被摧毁了还是留在原地 因为以色列方面也没有报 有很多拍到的被缴获的重装备 但他们肯定带不回去 带不回去理论上最好的办法是就地销毁 但是目前并不知道哈马斯有没有销毁这些重装备 有可能那些留下来电后的单位的职责之一就是销毁这些重装备 尽可能的削弱IDF战斗力 不哈马斯不会固守那些新占领区域 不会固守的不管从军事合理性上来说 还是从目前的迹象来说他们都没准备固守也守不住 哈马斯开始大规模设FPV了吗可还行 来来来来我来看一下今天晚上肯定又会有一堆劲爆新闻让我来看一下 说这回在阿什凯隆那边的在沿海城市阿什凯隆出现的哈马斯是坐海上快艇渗透过去的 布林肯表示有报有报道称在以色列方面有数名美国人被杀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那个音乐节上面好像死的就有美国人 巴勒斯坦方面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死者人数上升到370 然后伤2200 在今天奥法基姆就是那个算是巴勒斯坦方面渗透最远的区域 距离西岸只有10公里 到今天奥法基姆还在进行城市巷战IDF还在打 RT那边的信息吗 好我之后看一下 我之后看一下 等一下还有巴勒斯坦人在那边打进攻 现在有一个不确定是 我看有说法说有可能有巴勒斯坦第二批单位进去了 就似乎是一部分人撤出 但同时放了别的预备队进入 虽然这个预备队大概率是为了补充比如说游击 在那边尽可能拖延以色列进攻速度 这个地方在哪里 等一下我需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谁宣战了 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了 好吧是确实是无人机 但是那个不是FPV 那个应该是仿制的伊朗人的阿巴比尔2 是自杀无人机 体型比较大 不是那种悬翼无人机 是那种固定翼无人机 特拉维夫应该没有哈马斯 特拉维夫有火箭 但是没有说有具体的哈马斯 我看一下 黎巴嫩边境那边有增援单位 被调去黎巴嫩边境 有自行火炮和装甲车 国内是不是又会分成挺阿派和挺乙派 挺阿不是阿吧 是巴勒斯坦吧 巴勒斯坦或者哈马斯 挺巴派或者挺哈派都行 对哈马斯这回应该是俘虏了几百号人 不错 加沙为什么打起来 回答不知道 糟这是这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比较少见的 其中一方在进行了长期准备之后 有明确目的的单方面开战 而并不是什么擦枪斗虎 虽然这种有明确目的的开战 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常见 但是对于习惯了过去几十年和平的人来说 这可能还是个新情况 就是真的是为了打仗而打仗的 对你现在可以支持LGBT了 你现在可以支持LGBT了 开战原因回答是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 而且哈马斯方面 哈马斯方面给出开战原因非常的敷衍 理论上有合理性 哈马斯给出的开战原因是 由于过去一年以来 以色列对于西安持续进行的压迫 以及以色列在那边不断试图 入侵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 这个说法说不说得通 回答说得通 但是四个人都会知道 这不是导火组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过去一年 在不断持续 没有任何理由说 单纯因为这个 哈马斯就突然发动 如此大规模的进攻 没有任何合理性 装作被突袭 以色列没有任何原因装作被突袭 内塔尼亚湖为了压以色列国内的打战 为了压以色列国内战争情绪 他压了整整一年 现在寻找开战借口的不是以色列 有必要说明 现在寻找开战借口的抵抗之湖 攻守之势已变 好吧 攻守之势已变 现在是伊朗人需要有一个机会 让以色列进入战争 同时让以色列国内民众疯狂 而以色列方面不希望开战 就这么简单 是我之前猜测 抵抗之湖会试图逼以色列动手 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们会以这么公开的形式主动上 但结果而言目的达到了 因为以色列现在确实是不得不动手 我当时的一个观点是有一个原因是 我当时认为想要真正的进行大规模地面进攻战 想打出成果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毕竟不管哈马斯还是珍珠党都缺乏攻坚能力 然后哈马斯真的打进攻而且还打成了 那就当我没说过 或者说核心问题是 以色列国防军比我想象中的还拉垮 我实在很难想象说一个正儿八经的有重装备军队 沿着一条警惕了十几年的高度加固 有多层防护网边境的军队 你是怎么样被突袭的这么彻底 不不不 哈马斯这回不是为了钱 如果为了钱他就应该不打 因为以色列在给哈马斯送钱 以色列你要理解 以色列是在给哈马斯送钱的那一方 攻的就是奸 你没看到好几个以色列军事基地被打吗 外层水泥墙被炸 里面一层铁丝网被炸 硬生生的直接平地上轻步兵 冲到以色列营房旁边 乙军方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虽然外部新闻都在说哈马斯杀平民 但是这回最震惊的是好几个以色列军事基地直接被掘了 这回可不是过去传统那种 什么十几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进入以色列国内 劫持一辆公交车杀几十个平民 这不是那种情况 这不是那种情况 这是哈马斯直接正面踹门把边境几个军事基地给掘了 看一下还有啥情况 哦 有架从黎巴嫩飞来的无人机 被以色列方面用爱国者的导弹打下来了 我倾向于珍珠党在做准备行动 他们正在让自己一系列行动 不管是无人机还是边境炮击变得常态化 让以色列方面习惯这种情况 爱国者是可以打无人机啊 那些高飞的侦察无人机当然可以打 珍珠党是在准备大规模地面进攻 回答是过去一年多 他们都有各种演习 包括在今年举行了最大规模的阅兵 多年以来 应该是十几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开阅兵 还邀请了一堆外国武官过来观察 所以 他们确实 珍珠党在北部战备情况还是很高的 如何看待以巴勒斯坦建国时间论证 以色列没有入情 我这么说 以我个人的观点 以我个人的观点 在巴以问题上 双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道义上 其实我并不是完全占巴勒斯坦 在道义上 我完全同意 以色列在当地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我之所以现在看以色列不顺眼 是因为八十年代之后 以色列实际上是用一系列非常糟糕的外交手段 把自己给玩烂了 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民粹 我有必要说明我对民粹这东西有天生歧视和偏见 我明确说 就是我的观点是 如果你因为被国内民意卷着冲冲冲 你不顾虑现实 只是单纯国内民意叫你打你就打 那你死了我就活该 而以色列恰恰符合这个标准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就你可以说我今天确实就是看以色列最不爽 就是以色列极其严重的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蔓延 这是我今天看以色列最不顺眼的 是啊 这也不是现在才有 这自古以来都有 好吧 两个小时之前最新的说法是 总共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有600人死亡 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看到一场总以色列死亡 可能要高于赎罪日战争了 赎罪日战争应该是阵亡了3000左右 是以色列历史上除建国以外伤亡最严重的战争 说句老实话 搞不好这场战到最后 到最后以色列死亡比建国战争都高 是完全有可能 如果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的话 要知道以色列建国战争实际上只死了6800人 并没有 虽然当时以色列总共也就65万人 感谢德布罗伊盖利波 讨厌德三 质疑德三 理解德三 成为德三 就看复活赛打不打赢德三了 以色列是吧 可能还行 我觉得这件事最后 哪几种可能哪个高外力 我会说还需要观察 在目前我不会下任何经论 还需要观察 但是我现在确实倾向于是 哈马斯不是单独断 我不认为这件事情到最后 只有哈马斯会下场 伊朗人最近太安静 伊朗人最近那边很多动作很奇怪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伊核谈判基本上已经确定黄了 就是特别是包括随着之前 美国那边开除伊核谈判 特使罗伯特马里 对对对 如果这事到最后爆出是什么呢 伊朗如果说 让伊朗最终下定决心 因为哈马斯如果要进攻 伊朗人不可能不知道 如果让伊朗最终下定决心的 是伊核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可能 而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 就是美国伊朗特使 罗伯特马里的安全许可被剥夺 相当于完蛋了 之前有传闻说 马里之所以安全 安全许可被剥夺 被收回 是因为以色列不希望 美国和伊朗继续伊核谈判 所以以色列对华盛顿吹了风 然后把罗伯特马里相当于 就基本相当于可以就是开除了 你连安全许可都没有 你还能干啥呀 如果那是真的话 那这真就是以色列自找自讨麻烦 自找苦吃了 那应该是五月份的事 那应该是五月份的事 感谢运营大飞的SE 所以大卫能不能活过八十年 好问题 不是经典的吗 经典犹太人国家活不过八十年 经典说法了 六月底吗 那我还记差了一下 那我记差了一下 有人说乌克兰曾经向哈马斯提供大量武器 这是绝对的假消息 这是绝对的假消息 有可能哈马斯通过黑市获得了一些 乌克兰不可能向哈马斯提供武器 这些人是完全连战队都没有搞清楚的 今年是建国七十五周年 今年以色列建国七十五 1948建的国 是 这说法本身就是犹太人自己流传下来的 没错 倒买倒卖完全有可能 倒买倒卖是完全有可能 阿拉伯世界怎么可能出卖巴勒斯坦 错 阿拉伯世界一直都在卖巴勒斯坦 你要知道 对于阿拉伯世界多数时期 巴勒斯坦是一个方便的借口 真正为了巴勒斯坦去打仗的 说句难听的 其实就伊朗人 就在这一点上必须表扬 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喜欢伊朗人 当年不管是叙利亚人 还是埃及人 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巴勒斯坦人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巴勒斯坦人自己怎么样 加沙为什么是一个大监狱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纳赛尔不允许加沙地区 巴勒斯坦难民进入埃及 整天在那边说什么 纳赛尔为巴勒斯坦而战 实际上对纳赛尔来说 巴勒斯坦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 巴勒斯坦人只是炮灰而已 真的说在一定程度上 在相当程度上 没有明确的诉求 然后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 当然也有政治斗争理由 算是比较对巴勒斯坦无私援助的 还真就只有伊朗人 还真就只有伊朗人 当年独立战争的时候 约旦国王是想要吞并巴勒斯坦 当时阿拉伯各国是想要拆了巴勒斯坦 黎巴嫩当时太弱 黎巴嫩参战是跟着叙利亚参战的 而叙利亚也对巴勒斯坦民途有野心 如今欧洲和中国都大打 我们会不加快 我不这么忍 我的观点是从我国历史上来看 我国战争一直都是 首先重点是我方自身要做好准备 在自身做好准备之后 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就是说白了 当我们进入这个时代 以后机会有的是 不缺这么一两个 重点是机会到来的时候 自身准备有没有做好 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这才是关键 而我的观点是在短期内不会 因为现在对于我国来说 最关键的问题是 自身的军事和社会准备 这个是优先第一要务 以后有的是机会 以后有的是机会 而且说句老实话 到了明年 你甚至不能确定 阿尔及利亚会不会 因为我之前谈过 阿尔及利亚军备等等各方面 理论上就差不多到明年 各方面的军备是能够到位的 然后你再算算各种什么准备 训练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都不好说明年 或者后年阿尔及利亚里面会不会出事 军事准备 相信随时都准备好了 不并没有 并没有 我们如果对比这回巴勒斯坦和俄乌 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 必须要进行长期持续的高频率的军事演习 包括79年之前也出现过 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还远远没有到那个阶段 这里的高强度包括 潜在的海上频繁的进行的东部封锁演习 然后包括空中演习 包括最至关重要的两栖登陆演习 到目前为止 频率和准备程度都不够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实际上频率远远没有影响那么高 频率远远没有影响那么高 或者你如果要总结就是 能力是充足的 准备到目前还不充分 我觉得这次会怎么收场 我倾向又还需要关注 而且我倾向又这次会打很大 搞不好这一次真的就变成 所谓的改变中东区域局势的一战 因为在去年一年当中 在去年一年当中 一个各个抵抗之乎 包括叙利亚 包括真主党讲话当中 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就是 以色列需要注意不要开战 如果再开战 那就是改变中东整体局势的一战 伊朗人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挑衅以色列盲动 而现在以色列从各个角度来看 是真的要盲动 除非什么 除非以色列高层真的能压住 他们真的能压住说不进袈裟 或者只是象征性的进攻袈裟 如果真能做到那一步 那我佩服内塔尼亚胡 但是我觉得做不到 我觉得做不到 哈马斯首领还活的 新瓦尔斯那个他家被炸了 他家每一次都被炸 这就突出一个这帮人根本就不关注 新瓦尔的家从2014年就在被炸 到目前为止炸了至少三次了 感谢UNICEF的SE 对我们来说 最关键是自身的军事准备 但也有别的说法 军队应该在需要的时候上战场 而不是到了准备好的时候上战场 我同意 我同意 但是重要是对我方来说 需求没有那么急 不是一个那么急的事 如果真的是那么急 必须要不管准备好 还是没准备好都要上战场 我同意这个观点 但是归根结底没有那么急 不是一件那么着急的事情 不不不 在海南大规模演习没有用 因为这个演习的一个重点是 通过不断演习 麻痹对方 让对方放松警惕麻痹大意 所以你必须要在预定战区 预定的战区 想定环境下进行高强步演习 没有没有没有 注意注意啊 越越演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 你要看具体规模 你要看具体规模 核心是你要演到一个 随时能够直接动手都不奇怪 随时某一次是可以直接转变为实战情况 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 发动进攻之前连自己人都不知道 这一次是不是就要上了 我看有采访说这次哈马斯也是 过去几周演习 连一线实际要参战人员自己都不知道 是不是这次要上 然后以此保证绝对的保密 你不能判断 对方也不可能判断你要不要上 而你搞的越多 对方就越疲劳 对方情报机会可以向上交 说哈马斯在演习 但是当你演习十几次之后 对方也疲了 对方也不认为你要动手了 你需要有那种规模 你需要相当于 完全跟实战一比一的 带装彩排级别 连续进行可能要一年 如果我们看 2021年3月 一直到22年的2月份 俄国人在边境 一直是高强度调动的 而且类似的高强度驻军 其实从19年以来 他们在乌克兰周边 是维持了高强度的部署 就这样 2021年可以说 整整演习了一整年 所以你需要把规模 给达到那个规模 感谢马和尚协会长 如果真主党参加 对以色列地面进攻 会不会有黎巴嫩长枪党 或者其他势力背后一刀 首先现在不叫长枪党 现在叫黎巴嫩利利亚 我倾向于 真主党的应对思路是 首先大概率不会全军出动 因为说句老实话 真主党如果要和以色列对战 前线战场的宽度 不足以部署那么多部队 所以真主党大概率是 乘波次投入进攻 留有足够数量预备队 另外也正是为了这个 真主党一直跟黎巴嫩军队 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黎巴嫩军队依旧是 黎巴嫩国内就单纯规模来说 最大的武装力量 所以大概率有可能是 真主党会选择 把后方交给黎巴嫩军队 如果那个时候 极端基督派民兵搞事 由黎巴嫩军队来压 这种可能性会比较高 中东那么远跟老二老三有关系吗 我会说有 我会说自近代以来 中东实际上对中东的控制权 是全球霸权的决定点 包括美国从英国手上 正式接过霸权 一个重要标志是 中东各国逐渐从依靠英国 转向依靠美国 这个过程在40年代 到六七十年代之间 慢慢进行的 一个重要问题是 在可见的未来 世界能源依旧要依赖石油 就算是转入电力时代 对石油依旧有相当高的需求 其次 中东作为一个连接 亚欧 然后包括俄罗斯 还有北非的一个枢纽 就地理上来说 其重要性是极高的 SC等一下我看一下 以色列空军的飞精确指导 大家要算不算 我不知道 我没有查 如果有人愿意查 应该可以查到 但是我没有查 我加沙 加沙那个是真的高 加沙城市化的 那个城市化的级别是真的高 土耳其从来就不算狠话 因为土耳其和以色列是 实质性盟友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奇怪的 完全不奇怪 来啊 等一下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目前交火还在加沙周边的 以色列地区点 还没有进入加沙 对加沙只有空袭 啊 斯德罗特警察局旁边 又打起来了 可还行 昨天围绕那个斯德罗特警察局 打了一晚 那大概率是可能有什么 巴勒斯坦枪手 又迂回回去了 昨天当时就说 有巴勒斯坦枪手 有哈马斯部队 占领斯的罗特警察局 然后当时还动了装甲推土机 应该是打下来了 然后今天好像又在那附近出现了枪战 就只能说就 就巷战很难受的 巷战非常的难受 特别是在没有足够兵力 没法拉网搜索的情况下 对方启动楼里 窜来窜去跟你打CQB 特别的难受 有啥新消息吗 我来看一看 感谢UNICEF的SC 我来看一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警告黎巴嫩珍珠党 不要试图干涉巴椅子 他可以口头警告 但他实际上能做什么呢 什么都做不到 什么都做不到 就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对这个势力压得太死 以至于他根本就没有胡萝卜 而且他同时也没有大爆 现在四个人都知道 你美国不可能在乌韩这个局势下 跑去干涉中东 那政治党听了也就听了 反正你说你的 他听他的 这个也就真的只能 仅限于口嗨了 来啊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新消息吗 PIJ2把手 在跟半岛电视台采访当中表示 以色列处于混乱和困惑之中 没有能力进攻加杀 我不好说 这是不是挑衅 我不好说 这是不是 你来打我 你有种就来打我 加兰特已经下令 撤离北部定居点了 可还行 来来来 让我来现场去看看 几个以色列新闻网站 我们来看看 今天以色列新闻是啥 肯定比昨天还更热闹 而且这马上又到晚间新闻时间了 有观众问巴以俄乌要是朝鲜启动怎么办 就那个民运中的魅控的SC 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很低 我不认为目前朝鲜会启动 而且特别是说 说最近根据卫星照片来看 在金正恩访俄之后 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铁道交通 铁道运输量明显上升 所以有大概率是朝鲜在把大量军火往俄罗斯运 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说出现朝韩之间开战 可能性非常之低 我们离以色列好像五个小时时差吧 好像是五小时 我来看一下 没有 加兰特不是下令说疏散北部社区 加兰特下令给北部社区发枪 可以 一个 好吧 都有是最靠近边境的社区 最靠近北部边境墙的社区 立刻疏散 然后给靠近北部的社区发枪 给当地的每一个市长 每一个区域指派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 来处理北方事务 但是我要看一下 等等等等 是这样子 如果IDF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北部 那么戈兰高地出事肯定是更高的 我想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应对戈兰高地 好吧 目前是派军官发枪 做好疏散的准备 目前似乎还不是疏散 主力是珍珠党 我会说 我会说这周边几个从能调动的机动兵力来看 主力是珍珠党 叙利亚方面其实还是有有生力量 有机动兵力 我倾向就是如果真的叙利亚要动手 叙利亚方面大概最多能够拉出两到三万机动兵力 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估计 有必要说明 这其实是IDF历史传统行为 有必要说明 就是这不是第一次 这实际上是有一定军事逻辑的 IDF在第一次战争当中是怎么大的 当时甚至还不是IDF就是给各个犹太人村落发枪 让他们执行防御任务 在防御当中拖住大量巴勒斯坦人也好 阿拉伯正规军也好 把以色列正规军机动兵力解放出来 让正规军能够进行机动作战 从军事角度上来说 这么做是有合理性的 有必要这么说 他们一直都这么做 就是用乌宝来进行防御 阻碍对方进攻 解放自身机动力量进行主力决战 48年就是这么打的 叙利亚国内其实现在相对太比 你别看有个虎不袭击 但总体来说叙利亚现在没有周边 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军事威胁 他的部队是可以吊着洞的 北方那帮恐怖分子现在自己战成一团 伊德利部好兄弟跟土耳其好兄弟战成一团 土耳其人跟库尔德人打成一团 库尔德人自己还跟一部分阿拉伯部落有冲突 叙利亚周边的对手实际上现在没有能力管他 包括以色列人现在都没有能力管他 是但两边的水平都不是48年或者67年 我同意 而且说句老实话 就今天的以色列平民也不是当年的以色列平民 我不觉得说今天以色列平民你给他发枪 能有像当年那样的战斗力 当年为什么有战斗力 因为当年那帮人在抢地的时候 是真要跟巴勒赛农民泄斗的 所以有战斗力 他们以前就是打枪的 但是你说今天北边的以色列民众 你指望他们跑去发把枪 就跑去阻挡珍珠党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没有没有 不是苏联老兵 不要再来那个苏联老兵了 当初根本就没有什么苏联 苏联 苏联一直到解体都没有开放对以色列 70年代只开放了东欧犹太人对以色列 少数跑过去的东欧人 有没有苏联老兵 有 但是数量非常非常少 开战的时候以色列军队主体还是本身是19世纪末到2世纪初 一直以来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苏联人 没那么多所谓的苏联老 非洲犹太人和中东的犹太人都很多 只不过这些犹太人因为教育程度低 一般被称作所谓的东方犹太人 实际上如果48真有苏联老兵 请注意啊48年以色列打的挺差的 从战术角乱说48年打的远远不如后来几场仗 有一系列比较糟糕的战果 就48年实际上以军打的并不是很好 感谢五一上者梦中情人 那是一号的 对十几和美帝只有一句话 请把这束花献给黄太吉大喊 等一下我来看 我来稍微看一下加兰特还干了啥 加兰特还干了啥 目前交战总共36个小时 具体死亡人数尚未确认 哈马斯背后人不下场 这被以色列灭光基本上板上钉钉 不一定 不一定 加杀肯定会受到重创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从过去的军事表现来说 是这么说 如果以色列有决心在加杀丢个一两万人 那有可能能够占领和控制加杀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决心的话 就很困难 很多人对以色列国防军认知 还停留在四次中东战争 是的 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 今天以色列国防军有多拉垮 就是这个问题 围困加杀的问题是一直在围 但是围困加杀并不能阻止 哈马斯去发动攻击 而且我们要考到一个问题 以色列动员的预备役 动员预备役就有一个什么问题 动员预备役就撑不久 这是个大问题 一般来说 从动员预备役到战争结束 多数时候不超过一个月 除了建国战争以来 所以就是如果动员一个月 你动员预备役 你就不能进行拖 你必须要快速解决 你必须要有明确的作战计划 作战方案 然后快速解决 不不不 我所谓的扔一两万 不是只扔两万IDF去加杀 而是得做好死一两万人的准备 可能还不够 可能还不够 就以加杀那个情况 我会说 你如果要进行包围和攻坚的话 我会说至少15万人 如果我们按照 在进行攻城战 最好是军队和城市人口比例 最理想情况下是 军队能有城内人口5%的话 那你需要10到15万人 然后你需要这么多人包围 慢慢啃 你可能要准备好 做出付出一到两万阵亡的代价 IDF很缺兵力 面对战略方案都是菜鸡 不 现在可不是都是菜鸡 现在一个比一个能打 目前最明显的三个战略威胁方向 哈马斯 真主党 叙利亚 三个都不算什么擅长 相比之下 可能甚至叙利亚算是比较虚弱的 而从昨天的突击来看 哈马斯也绝对不是什么软柿子 同时乙军现在能够动员的兵力 只有70年代一半 赎罪日战争 乙军能够拉出26万 在今天能够总共拉出个13万左右 就不容易了 乙军常备兵力才2万多 2到3万左右 然后预备一动员 应该是这次说总共动员好 动员了8万人 然后加在一起也就11万左右 他兵力实际上是不如以前的 预备一战斗能力 不要抱过高的指望 不要抱过高的指望 就是我之前说过 你像2014年的时候 还有个问题什么 过去一年多都在打治安战 过去一年多都在西岸打治安战 目前乙军状态 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缺钱缺人缺作战经验 然后大量部队没有足够的时间 训练使用重武器作战 还处在治安战状态 他们现在的状态不会比06年的战争好多少 大概率更糟糕 因为之前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 导致以色列内部危机 当时甚至有大量预备于拒绝训练 包括空军 空军飞行员拒绝飞 拒绝训练 哈马斯目前没有做明确的实际宣称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大量无人机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思路 特别是如果要打进攻战的话 如果打袈裟进攻战 很可能被无人机丢手袋给砸出屎来 他们目前没有什么太好的应对无人机的办法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消息来着 目前为止明确公开说的还是尽量占领 尽量重新收复袈裟周围的以色列地点 看这样子 估计这个清理可能要花三天到一个星期的样子 这个清理短时间搞不定 所以那塔尼亚国的扫荡袈裟 很难的 他那个所谓的扫荡袈裟 我倾向于是给自己挖坑 因为真没那个能力 当年奥尔莫特也是 我们要把黎巴嫩的时钟往回 让他们倒退十年 我们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就别整天这么喊 别整天这么喊 是这么说 你如果真准备这么喊 你最好做好准备 你做好准备 往里面扔个几万人 打个五到十年的准备 我不认为今天以色列有那样的政治意志 这是关键问题 今天怎么看他们都没有那种政治意志 现在局势也就是强度高一些自然战 不不不 现在对于这种战争有个明确的称呼 叫混合战 Hybrid Warfare 它不是游击战 因为游击战没有固定的战线 在混合战当中 像哈马斯这一方 他们可以维持自身的根据地 如果你要我们自 用我们的经历 用我国观众更熟悉的经历 我国最熟悉的 根据这种混合战是什么 是当年在华北我们所进行的战斗 当年是我们是有后方 有根距地 并且有固定战线 同时能够有效使用游击队 渗透日军控制区 然后包括骚扰日军背后的交通线 今天以色列面对的局面 是更加类似于华北自然战的局面 它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然战 不是单纯只应对一帮 散兵游泳 没有根据地 没有大后方 今天的哈马斯有大后方 甚至这个大后方可以打火箭弹 扔无人机 来骚扰以色列后方 所以局势是不一样的 在缅甸电报群观察到一个情况 缅军支持者在讨论战争烈度的退化问题 原因是随着交火距离变长 武装分散化 空军打击效率在逐渐降低 喷气式战斗机极度依赖机场安保 即使是出动查打一体无人机也不划算 而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受限于地形因素 不能保证随时出动 最后战场的核心回落到最基础的轻步兵上 这些轻步兵最好在小型无人机 和像摩托那样载机的支援下 分成多个战斗小组独立作战 需要比联营甚至班组级别更小的单位 而缅军也确实在这样做 之前佛教民兵都还是以营为单位进行动员 最近的消息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所谓的突击队编制 缅军支持者在讨论战场退化问题 但是并不排斥科技 一些支持者也讨论过利用民用监控摄像头 代替军用光电系统进行战场监控 感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像想象中的军事认识极度落后 相反他们也在追赶 请问怎么看待 我的看待方法是这样 就是具体看谁在打仗 往往每一个时代军事发展 是由那些不停在打仗 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进行战争的一方 是最有可能带来军事创新的一方 这些观察我都同意 而且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在 我们在不管是美国人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 还是后来在叙利亚我们都看到了类似的趋势 由于精确制导武器越来越多 越来越小 甚至是变成连单兵都能带 使得传统的评估标准 以坦克装甲车火炮来评估军队实力的标准 变得逐渐过时了 所以我同意 最后就想问一下 如果按照目前战场去中心化方向发展 未来会不会出现类似于杀戮小队那样的作战形式 你说类似于星际战士那样吧 我会说还是要看具体地形 缅甸核心问题还是平原少 从明和复杂地形多 但是你看俄乌嘛 俄乌在大平原情况下 坦克装甲力量 炮兵依旧非常重要 但是为了躲避对方的远程火力 需要把它缩边 就更多的变成了 比如说合成连 合成牌 少量步兵 然后可能一辆坦克 最多三辆坦克 一辆坦克到一个牌坦克 然后可能有火炮 什么都有 但是整体编制非常小 一个编制极小的合成化部队 这是最有可能是未来的形式 铁剑行动就是这一次 以色列国防军给这次行动起的编号 就目前来说一般般 当然到目前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 因为预备队还在动员 目前还在有大量援军 被调往加沙方向 感谢西饭进化干饭的SC 这个时间点发动袭击 是否伊朗有阻止沙特和以色列 正常邦交化 挑动整个阿拉伯世界情绪 达成对以同仇敌太氛围 让整个中东进一步和解 进行推动的考虑 我会说肯定有 我会说肯定有 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标准来考虑 这次行动规模太大了 过去的传统是 如果只是要骚扰 那么一般做的事情是 边界的绑架事件 绑一两个人 小规模的 不是像这次大规模进攻 比如说打一辆梅卡瓦 绑几个坦克兵 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之类的袭击 然后再有就是自杀式炸弹 虽然哈马斯现在不玩自杀式炸弹了 就一般是这种做法 而这种做法在过去来看 效果已经够了 但是这一次 他们这个大规模突击是完全的意料之外 进攻要扩边 但是就是我说的 进攻扩边不是让某些人想的是 重新拉出10级别正面冲锋 而是我原本有一个合成连 我现在需要10个合成连 在正面对你10个不同的方向展开进攻 以数量更多更密集更频繁的 小规模分队进攻 取代过去密集的大波次冲锋 这是目前的趋势 现在强国对打百分百是核武护炸 不从目前来看 实际上核武的实战使用可能性越来越低了 没有任何证据告诉我们强国对打一定是百分百核武护炸 实际上目前来看 强国对打更有可能是我们过去20年看到的形势 双方当中一方直接下场 而另外一方利用当地的代理人武装给他们提供训练指挥装备支援来进行对抗 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多 也就是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考虑怎么样进行代理人战争 而这一点在我军的研究当中可以说基本上是完全空白的 在目前的军事大国当中就是 虽然我军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代理人冲突的需求 但是在未来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有效训练当地军队进行协同配合作战 那不还是代理人战争不是强国之间战争 但是就是个代理人战争能够让正尔巴金让你输地盘呢 美国人正尔巴金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就是被代理人战争给打退了 如果代理人战争能够打赢强国 那你就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正尔巴金的作战方式 你难道还要骑士之间只有骑士对决才行 然后对面在上战争之前 你等等我找个老农给他这钱 给他把火枪他场下的你给崩了 然后你说这不行 这不是大国战争 这不是骑士对决 不重要 那个老农就是可以崩了你 你在那边纠结 我把马术练到极致 我把骑枪单挑练到极致 对方雇个老农把你给毙了 或者对方买通你随从给你酒里面下泄药 他还是能弄死你 他只要能弄死你就行 战争的核心是赢 能够用代理人的时候都还不涉及核心利益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伊朗在伊拉克用代理人跟美国人打 你能说不涉及到伊朗的核心利益吗 很显然不是 哪怕涉及到核心利益 一样也可以用代理人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分钟前的消息 莱希呼吁哈马斯把战线从加沙扩展到其他地区 伊朗人看热闹不嫌世大 伊朗人看热闹不嫌世大 是这个样子 伊朗就是哈马斯你赶快继续加油继续打 哎呦喂 代理人战争名称抽个啥 习惯了就好了 习惯了就好 这也是我一直说的 国内的道德洁癖迟早要改 迟早要改 到未来我们迟早要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利益争夺 到那个时候核心就是 道德洁癖迟早是要改 明明中的妹控来 二号在曼谷百利公差点被毙了 那个枪架有啥能够聊聊吗 我听说了泰国那个 但是我真不熟 我真不熟 我不太清楚什么情况 我知道泰国目前处于政治危机当中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对泰国情况我确实不太熟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哈马斯现在能够拉出多少人 2万到4万吧 应该是这个数字 低估的话是2万 Infinity SC 我这边还没有说到 私信我还没有说到 可能要等一下 这次BB通过战争法案 会不会是这些战事情况搞司法改革 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但是我会说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就是司法改革不够劲 说句老实话 虽然一堆人说 BB司法改革就是为自己独裁 但说句老实话 司法改革之后 内塔尼亚胡的权力 远远没有被很多外界夸大的 所以就是 就你要我说的话 内塔尼亚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搞个什么紧急权力法案算了 就就就 真的是我真心觉得 就以目前以色列的状况 哪怕是对以色列国家利益而言 最好的办法是 内塔尼亚胡真的当个独裁官 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我国还道德外交啊 我国那都不叫现实外交 这世界上我就找不到几个现实外交了 就就就就就 我国还叫道德外交 在说什么东西呢 虽然那个问题我不是很想谈 而且我完全支持我国立场 你要不要看看在 埃塞俄比亚内战上的我国立场 而且实际上我国也是符合到的 我的观点一向就是 大意恰恰就是顺势而为 就核心是 你不要试着逆潮流而行 顺势而为 没法改变的东西不如善如流 就这么简单 到最后世界还是凭实力说话 世界舞台一直以来归根结底 从中长期趋势来看 它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地方 我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估计不会播太久 因为今天本身是加播 一般周日不播 而且今天应该还有很多观众要上班 所以今天可能过一会儿 我们11点半就下 然后明天晚上会是一个专题 明天晚上是对少前二评测 周二的话是有另外一个专题 周二专题我们来谈一谈这一轮巴以 我个人观点是到目前为止 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外界人士 低估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 而且这个低估可能会在未来几天 到几周内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次事件真的可以说是 以色列建国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911专题再说吧 等没有什么新事件了之后再说 你这不停的有新事件 那我肯定就优先谈新事件 更何况本身这还是一个我长期关注的事件 对这次算是哈马斯宣桌子 这次很明确的算是哈马斯宣桌子 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哈马斯在宣桌子 是这一把都没能打醒 有些人怕不是真的是要到以色列真的完蛋了 都不一定能够被打醒 为什么这几年天天有大事件 就是我之前谈的我们本身进入一个动荡期 我们本身进入一个动荡时代 这个动荡期的核心是 美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压住各地的挑战者 而同时世界各地的不稳定和经济问题 又使得战争的动力大幅度上升了 就这么简单 反正经济不好那不如去打打仗 既然经济不好本来就赚不了钱 那不如现在把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把该打的仗打完 等到之后稳定下来再搞经济 这并非不合理 这恰恰是高度理性的 这次是不是复国主义实体灭亡的一个前兆 不好说 但是确实如果我们看这过去几十年的战争 确实就是军事形势很明显是变得对以色列来说 很明显是越来越不利的 巴尔干其实不好说打不起 不好说打得打起来 有必要说明这点 最近因为科索沃又在搞事情 科索沃试图对北部施加越来越强的控制 而塞尔维亚方面也越来越绷不住了 不管武器齐再怎么想压 到最后底线是他不能公然接受科索沃独立 而随着西方需要关注的热点地区越来越多 我们不好说塞尔维亚会不会真的动什么心思 特别在今天的东欧本身进入一个动荡时期 园屋的一个共识在今天已经崩的差不多了 再到明年还有多少东欧国家愿意支持乌克兰 很难说很难说 纳卡打完前塞尔维亚会不一定 塞尔维亚肯定还是想压 我会说如果到明年 到明年塞尔维亚会不会动手 可能性会变得更高一些 为什么加沙部发展经济非要打仗 多好多 说的多好啊 加沙怎么发展经济你倒是告诉我好吧 什么物资都运不进去 什么正尔八经有入都运不进去 你随便发展两天 过两天以色列过来轰炸又给你炸没了 加沙怎么发展经济你告诉我 有谁愿意去加沙投资啊 怎么发展 你没发和平怎么发展呢 发展经济前提是 你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平稳的 能够发展经济的条件 你对投资方说 你今天过来建厂 明天可能就被以色列炸了 谁过来建厂啊 谁过来投资啊 谁过来发展 围成半年全都可以饿死 那不就是围不住吗 你以为以色列没有仕途围过吗 归根结底这话说的难得挺点啊 如果放到50年之前 放到比如说七八十年代 以色列当时真的说 在加沙当时人口还只有五六十万 以色列人真的说 我们跑去包围加沙 我们真的搞种族屠杀 我们真的搞种族清洗 把加沙给清洗干净 我们花30年时间 那有可能 那真有可能 但是到了今天 加沙对以色列这个人口 还有以色列军事动员能力逐渐下降 已经做不到了 已经做不到了 归根结底是什么 你如果想要做绝 你就要清楚 自己得付出代价 你得付出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人力 大量的经济来做这些事 强行迁徙和种族清洗 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做完的事 美国人在那边成功的扩张统治西部 花了多少年的时间 然而以色列人也并舍不得 以色列人也并舍不得付出那个代价 因为以色列人没法对自己人那么狠 这就是问题 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帝国 到最后你要面对一个逃不开的问题 任何帝国 当你研究任何伟大国家 伟大帝国的建立意识 你到最后逃不开的一个事情是 往往帝国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一个优秀帝国 他对自己人比外人还狠 他需要有能力压制内部反对意见 他需要有能力动员内部力量 集中力量来进行扩张活动 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你就没法成为一个大帝国 你要么就老老实实的心安理得 待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 过着一个相对舒服自由的生活 你要么如果想要扩张当帝国 你就得做好准备 吃这个苦 支付这个成本 你如果两者都不想做 你像美国人那样既不想付出代价 又想成为帝国 最后就一定是 你没法绷住整个盘子 你基本盘就绷了 埃及约旦下场的可能性大 基本等于0 甚至这几个国家 今天他们是不希望以色列出事的 他们是需要以色列来制衡伊朗 但是同时他们也不会帮以色列 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动物 约旦为什么是美国铁杆盟友 因为约旦必须要有一个外部强员 当年是英国人 英国衰落了后来美国 核心是约旦太弱了 这是关键问题 约旦又穷又弱 打不起仗 他必须有一个外部强势盟友 没什么办法 40K帝国牺牲那么多 也丝毫没有意义 帝国要是不牺牲 早就完蛋了 帝国如果不牺牲的话 他就不可能是银河系最大帝国 虽然整天在那边骂帝国 这拉宽那拉宽 这低效那低效 不要忘了 银河系的霸主是人类 好吧 40K银河系的霸主 正尔巴金是人类的 后面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我的倾向于是 马斯会吸引大量 以色列机动主力部队进攻加沙 然后我倾向于是 如果这个吸引计划成功了 以色列确实猛攻加沙 那么接下来 珍珠党乃至叙利亚 都可能会有所动作 我倾向于这一波 伊朗为首的势力是想要闹大 哎呦喂 NA还排骨分分钟能够秒帝国 你这个不就是经典的 只要美国抖擞起来 分分钟可以秒别人吗 拉倒吧 你排骨醒过来再说好吧 而且实际上多数排骨醒了 也就是几个王朝 在那边化地圈地为王而已 远远达不到灭亡帝国的标准 这种整天在那边吹 这那那这 这神那神 不看现实情况 真的有意思吗 真的有意思吗 这知乎有人说 加沙人过得比中国人好 强烈建议赶快走线人去加沙 说得好 我强烈建议走线人去加沙好吧 就就就 提前体验战捶四万朝都生活 我强烈建议走线去加沙 美国宣传公民死了 可能真的要下场 下个锤子场 下个锤子场 拉倒吧 没戏的 没戏的 目前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实力好吧 就是归根结底你要理解 为什么美国过去能够横着走 因为过去美国有实力 你有实力 你可以横着走 唯一的问题是 横着走会消耗你的实力 正是因为过去横着走的太久 到了今天没法横着走 而且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巴勒斯坦那边 包括对被被以色列人弄死的美国公民 都不是没有 之前被以色列打死 那个半岛建材记者 那个习林阿布阿克拉 就是美国公民 然后美国人干了什么呢 屁都没有放一个 好吧 好吧 这 拉倒吧 拉倒吧 没那个实力知道吗 拉倒吧 还真有人幻想成为美国公民 你死了 美国政府就会跨越千山万水来救你 早就没那个实力了 早就没那个实力了 看一下还有啥情况 好吧 有以色列新闻说 目前IDF在北线的集结 甚至比对南线加沙集结还要大 可爱心可爱心 把封存的梅卡瓦三都给动员了 IDF这是真怕真主党 IDF这是真的怕真主党 之后看一下 要是真的在北线集结比南线规模还大 那确实挺乐的 那确实挺乐的 他们这是真的怕 他们这是真的怕 但是问题就来了 这个问题是 如果你在北线调那么多兵 南线应对加沙就不 我倾向你如果再过个三五天的话 以色列国内就要叫嚣了 就要开始骂 为什么你南线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为什么加沙到目前还没有搞定 为什么承诺好的轰平加沙还没有发生 我不认为这种在北线的大规模集结可以长期维持 因为南线特别是如果要地面进攻加沙的话 就是一个无敌动 总会有人问的 为什么在哈马斯发动进攻之后 还有这么多部队被留在北线 我不认为他们能够抵住 我不认为这个北线的集结能够长时间维持 这个核心问题还是以色列民众 还是以色列民众和民间齐去 然后现在包括对于以色列社会精英来说 哈马斯也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威胁了 我不认为这个在北线的集结能够长期维持 和以色列的利益比与巴勒斯坦的利益更多 但是你要考虑到巴勒斯坦不仅仅是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背后牵动一系列阿拉伯国家 而我国与以色列的经济交往 经济利益其实基本上你现在可以忽略不计的 你要考虑一下特别是当我国需要大量 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进口石油的背景下 究竟和哪一边的利益更多 巴勒斯坦现在远远不是巴勒斯坦 它核心是代表背后的集团 美国以色列集团希望消灭巴勒斯坦 或者说至少是控制巴勒斯坦 伊朗方面试图以巴勒斯坦作为代理人 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 以及站在中间摇摆不定的各种阿拉伯国家 它远远不是一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 它是一个跨区域甚至可以说是 全球各强国用来争霸的抓手 那还更别谈俄国人也和哈马斯 还有珍珠党之间有些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哈马斯哪是被以色列扶持的扯淡扯淡 哈马斯早期就受到伊朗扶持 跟以色列没有任何的关系 哈马斯起家又是反应以色列 现在已经不是筑签那个时候了 现在已经不是筑签那个时候了 哈马斯不是09年的哈马斯了 在2014年的时候 以军地面就打不进去了 核心是哈马斯的进步确实挺快的 这点必须要承认 西非国家没动静了吗 法国没点反应 有动静 法国大使已经跑路了 法国军队马上要开始撤离了 之前说年底 然后现在好像预期还快 就是这一两周 法国人就要跑路了 然后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瑞尔三国 组成了所谓的萨赫勒同盟 算是一个当地的军阀国家结盟 以此来稳定内部情况 防止遭遇外部干涉 核心就是法国人撤了 就是我直接说的 法国人没有能力干涉 法国人没有能力压住西非了 为啥会打不进去 以军不是有重武器吗 哈马斯也有 哈马斯有反弹的导弹 还有各种无人机 然后目前对于以军来说 你就是对付不了这些 不要以为坦克和装甲车天下无敌了 在今天哪怕是小国 或者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 只要有充分的训练和武器装备 至少在防御战当中 是可以依托密集的城市区域 有效对抗装甲力量的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以军现在就是这么拉 以军现在就是这么拉 也是我这一直说的 为什么我去年以来 这一波搞不好以色列要亡国 以色列会装到周边群 就是因为在今天以色列军事实力 衰退太快了 梅卡瓦其实不算脆皮 有必要说 面对反弹和导弹 面对破甲弹武器 梅卡瓦的防御是世界第一流的 然而该死还是得死 该死还是死 没什么好办法 以军不计伤亡还可以灭加杀 我个人对此比较是怀疑 就是我先说的 以军现在总动员也就13万到17万人 这个数量其实不太够 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 那军事实力回到30年前水平就没事 也不是你得这样理解 就是实际上我们从单兵素质 训练装备等等各方面来说 几乎可以肯定 今天的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士兵 大概率比30年前要能达 他们有夜市仪 单兵装备各方面 战术也比30年前更加合理 但是问题在于 在这30年当中 哈马斯的进步更快 就是以色列的单兵可能素质提升了100% 哈马斯的单兵素质可能提升了300%到500% 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在进步 但是以色列进步的不够快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以色列的工资越来越高 人员越来越昂贵 导致他的军队规模缩水了 他没法再像过去一样拉出那么多数量的士兵 你得考虑这些问题 同时加杀哈马斯的人口还更多了 他能动员的兵力还更多了 以军薪水肯定不高 以军薪水肯定不高 把正统犹太人拉去填线是不是12秒 拉倒吧 你怎么拉他们去填线 首先宪法豁免他们的兵役 而且犹太正统派的支持 恰恰就是内塔尼亚湖政府的支柱之一 你怎么办 对 加杀人口结构还更年轻 对 地域笑话 是的 哈马斯的人口搞个大的 到时间没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哈马斯的人啥 我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稍等一下 好像还没有看到什么新消息 好像还没有什么新消息 我觉得哈马斯最远能突击到哪里 目前就已经最远了 哈马斯明显停止了突击 他们就第一天就纯粹是打了一波秋风 第一天的突袭 目前来看各方面角度来说 都是一个嘲讽 吸引以色列方面注意力 哈马斯实际这么说 就是他们守则有余 功德不足 如果以色列放他们不管的话 他们其实宣不起什么太大的风浪 直到这次之前 直到这次之前 但是你真说他们如果聚加沙死守 想要把他们铲平 还是非常困难 非常麻烦的 没有第二天没有新的推进 第二天的交火点 主要是在第一天占领的这个区域 没有什么太多新的推进 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们多数地区是有散兵游泳在 所以你看他们可能深入很远 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控制了那个区域 而只是那个区域有哈马斯的人员 有他们战斗人员存在而已 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占领和控制 没有啊 正统派占比没有一半 拉倒吧 6% 没那么多的 正统派没有那么多 正统派的问题是人口增长速度太快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来快 正统派的人口增速是6%吧 反正说按照目前的增速的话 50年后 正统派会占全以色列人口 30%还是40% 他是增速快 不是绝对不高 世界热点冲突 主要还是东亚矛盾外溢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怎么看都不是东亚矛盾的外溢 这个结论是哪里来的 天兵亲自来讲可能就算 如果这个天兵指的是美军的话 我会说几乎为零 我会说几乎为零 不是 这里哪来东亚矛盾外溢 只能说东亚吸引美国太多注意力了 恰恰错 恰恰错 实际上 就实际上 你如果看包括这两个美国国防部观点 他们的观点都是 东亚整体来说比较稳定 至少到这两年为止 虽然我国国力强对美国构成最大挑战 但是相对来说 东亚情况并没有于危急 总体来说在过去十几年当中 大人的精力还是放在中东和东欧的 在2021年的时候 美国的评估就是 中国是属于punch below its weight 体量很大 但是实际给美国人带来的麻烦没有很大 俄国是punch above its weight 体量远小于美国 但是俄国人给美国造成的麻烦要大得多 是明确有美国人定性的 而且实际上东亚的增兵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 总体来说不管美国人怎么说 但是在过去十几年当中 我们在东亚是有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 可以快速进行发展 上次正儿八经的东亚战争 你就算广义东亚的话 那也是越南战争了 或者对越自卫反击战了 不 东亚的问题不是互相都太强 在这方面我是同意传统地缘政治观点的 核心是 东亚的势力范围化分已经比较明确了 不存在太多的模糊区 至少过去如此 在过去的传统是 海洋是美国人地盘 陆地是中国的影响范围 你像包括位于陆地上 位于中南半岛的美国盟友 像泰国这些 在冷战之后逐步转向 在今天泰国已经很难被视作美国盟友了 然后包括韩国 在冷战之后 韩国整体趋势是越来越外交和经济上面 对我国依赖越来越大 由于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划分 陆地 陆权和海权的划分 所以东亚地区相对稳定 不存在太多的权力真空地带 当有人想搞事的时候 他就会被揍 他就会被打压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核心的一个问题是 带来东亚新一轮对抗和不稳定的核心原因 可能有人不喜欢听 但是我觉得这个评估基本上是正确的 那就是我国在进一步巩固陆权的同时 对于美国在中亚的海权构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 现在的争端本质上是对于东亚地区海权的争端 对东南亚影响力当然大 对东南亚影响力当然大 对于自卫反击战争非常明确 我国不会容忍在中南半岛出现一个 能够整合中南半岛的地区强国 我国需要中南半岛保持现状 而且这一现状也确实维持至今 从贸易外交等等各个方面 我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 没什么好说的 这有什么好说的 世界主要热点不都是奥斯曼故土吗 不是 否则俄乌怎么算 你把俄乌也当做奥斯曼故土吗 克里米亚韩国是吧 一个美洲国家天天在我们家门口换药基地 这里还是必须要说明 我们从历史角度上来说 太平洋对于美国来说 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 就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 对于太平洋大量区域的经营 包括对于南海的经营 美国的历史在某种地上比我国更久 特别是在美西战争获得菲律宾之后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是把太平洋视作自己的 他们是将太平洋视作一个明确的自身势力范围 这不代表我们需要承认 但是你需要知道 当我们试图在太平洋增加自身化学的时候 美国一定会将其视作威胁 没有任何的争议 他们一定会不满 西屋历史上不是奥斯曼富庸 西屋算什么奥斯曼富庸 西屋你要说跟波兰关系要更紧 下一个热点地区是哪里 是这么说 有很多都是热点地区 但是热点地区会不会实际开战 那是另外一会儿 典型的也是我们经常谈的 北非方面 北非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热点地区 北非存在大量潜在的当地民族 试图独立 而且北非和包括和欧洲的能源安全 移民问题等等 都是息息相关 是一个重要区域 北非算是一个非常重要区域 然后西非有没有可能在这次事件之后 西非的军事政变浪潮 有没有可能继续扩大 包括扩大到潜在的尼日利亚等地 有可能 还有包括南美 有没有可能南美的矛盾继续升级 包括你像哥伦比亚 阿根廷这些国家都是有可能的 你看了就知道是什么 全世界都是热点 也是我一直说的 当经济在不断发展的时候 经济繁荣时期 各地会呈现出相对和平稳定 因为大家都能有钱赚 当经济不好 就会出现动荡期 然后有人说我是永久增长论 经济永久会增长 我从来没有说经济永久会增长 还是那个 我的说法一直是 经济繁荣时期就能够稳定 你别的都无所谓 所谓的社会问题 所谓的社会热点等等 根据过往经验 你只要经济整体能够发展 这些矛盾都可以压住 对于大家来说赚钱是第一要务 但是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 所有这些矛盾都会炸 都会一个一个出现问题 感谢Michelle Official SC 重点是一个人能为实体做些什么 而非某实体能实现你的什么愿望 哪有什么灵销宝殿 毕马昏倒是有一堆 但是不稳定经济就不好 所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呢 回答是你得先有稳定 你得先有稳定 你如果没有稳定环境 你就没法发展经济 但是这个稳定环境 在很多时候 你必须得靠强行把它给压出来 它不是说是你想稳定 你没法在特别在动荡时期 你没法靠温和手段带来稳定 乱世用重点 你需要有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 你需要能够有效推行一个经济政策 来进行发展 所以称之经济上行 至内商是最合理的政治操作 是的 就经济上行的时候 是理论上来说 就是可以考虑在经济上行的时候 推行一系列 不是那么受欢迎的政策 社会政策 然后在这个时候 因为反正经济上行 就是这里就类似于什么呢 这就类似于就是你说打全战或者什么策略游戏 我们都知道一点 当你满意度过高的时候 你就可以加税了 因为你满意度实在太高 报表其实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满意度高的时候加点税 然后满意度低的时候减点税 把满意度拉一下 就同理 就是你没有必要每一个方面 欧美的问题就是什么 经济上行期 在本来就高满意度的情况下 进行各种减税 或者对民间思潮妥协 然后当你到了经济下行期了 你突然发现坏了 该在上行期做的事情都没做 而且手头还没有钱 明明是个上行期 政府财政却越来越拉垮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你如果全部以民粹主义为导向 全部以老百姓喜欢什么为导向 你是要完蛋的 那你是要完蛋的 你突然发现在经济上行期 你发福利太多 把福利给发光了 到了下行期没钱了 目前来看 认为这轮冲突达到第六次战争 我会说还没有到 但是我同意 很有可能发展成 第六次中洲战争的规模 我同意 这次冲突会不会加速 已在乌的布局 没有什么布局了 虽然我们经常搞 那个搞笑的所谓的 以色列想让乌克兰把人打光 以此把犹太人送过去 但是这主要是恶搞 这个基本上是阴谋论 总体来说 以色列在乌克兰问题上 还是希望保持距离 因为以色列也不希望 和俄罗斯把关系闹得太僵 而且特别是这边打起来了 以色列更不可能 有余力援助乌克兰了 哎呀 外网中文圈 哪是给墙内看的呀 哪是给墙内看的呀 就墙内看不到外网中文圈 能够翻墙出去的人 谁在那边闲着 没事干在外网中文圈打滚啊 除非是在什么啊 二次元中文圈 或者是某些啊 就小电影资源圈啊 但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把它称作外网中文圈 谁整天有空在那些所谓的外网中文圈打滚啊 外网中文圈的最大作用 是给一部分跑去的人自嗨 让他们坚信国内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跑出去是正确的啊 这是外网中文圈的最大价值 谁整天没事干翻出去去看外网中文圈啊 有病吧 确实是有人在外网中文圈天天看啊 我也知道有那种人不是没有 但是是这么说啊 是这么说啊 讲句难听的 就天天上外网啥都不看 只看外网中文圈的人 就就就他多数也宣不起什么大浪知道吧 他多数也宣不起大浪 这个某种意义上也算冷战余毒 就是西方以及某种意义上 东方都过高估计了 西方对苏联和对东欧宣传的作用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不能承认是 或者说不太愿意承认 确实是苏联和东欧自己烂 那就必须说苏联和东欧是受到宣传蒙蔽 那西方当然愿意说 苏联和东欧是听到了自由世界的宣传 所以东欧觉醒是吧 这就是典型的 双方为了自身的利益 接受了一个完全错误的事 实际上真的跟宣传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当初东欧出问题 核心问题 东欧当时经济太烂了 就我念经你死了 那你一定是被我念经给念死的 哎呦喂 你别说爬墙当99%以上的色鬼了好吧 那当初那个啥来说 英国脱欧时期新闻 在英国成功脱欧之后 脱欧在英国变成搜索榜第一 首次超过了历来排第一的黄片 以及历来排第二的足球 好吧 你要知道 你看多了各国搜索排第一的 普遍都是小电影好吧 这是常态 这是常态 还是那句话 不要太高估了特殊性 不要太高估了特殊性 看多了世界人民都一个鸟样 很正常正常 那东欧和苏联怎么样活下来 你得经济改革 核心是当时东欧经济太烂了 苏联经济太烂了 就是哪怕 就是苏联和东欧经济烂 请注意啊 我的观点一直非常明确是 哪怕作为计划经济来说 苏联和东欧经济都太烂了 金户会的什么各种生产配额 好多年都没怎么改 然后生产出了一堆严重产能过剩的玩意儿 而真正需要的大量日用品产能一直都不足 就是就是当然是这么说啊 以当时的情况算力等等各方面的局限 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本身 在其灵活性方面就有天然烈士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 苏联当时计划经济本身还计划的稀赖 那就没得救了 那就真没得救了 感谢苏联蒙塞 当年东欧特别波兰 都不知道怎么样 还做到经济又烂还债台高筑 都什么经济鬼才 是这样的 有些人在一战还在见证 有病吧 就就就就你再省的地方说什么话好吧 你再省的地方说什么话 在一战见证我是真的不接 战纯四万帝国有没有苏联经济来 从结果来看帝国撑了一万年 说明帝国经济还是比苏联好的 有有必要说明啊 帝国其实是高度计划 由内政部来控制 由专门的帝国海军运输船来运输的 这也是帝国保持它整体统治体系的关键 你不管再怎么自治 你再怎么样不喜欢帝国高层指手画脚 你跟其他的特别是每一个星系之外的 各个星球应该是只允许拥有星系内的舰船 你和任何星系之间的那个星系之间的贸易等等 都需要有帝国中央 因为别的不说你如果要进行跨星系航行 你需要导航员 导航员你需要帝国中央导航员给你派 否则你没有导航员你没法飞亚空间 所以帝国中央是垄断了你的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跨星系贸易的 行商浪人是少数能够获得帝国许可的 那这些行商浪人就可以 就是没有那么 他没有那么明确的那个计算和规矩 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跑下商什么的 苏联的计划经济部门不是说起初非常牛 没错啊没错啊 在二战之前确实牛啊 但是二战之后就越来越僵化了 而且说句老实话 也不光是说也不光是人的问题 核心也是 二战之后经济的复杂程度 呈几何指数级别上升 所以当时那种情况下 你确实纯靠计划经济应付过来了 其实本质上啊 本质上来说 二战之后 其实说真的 基本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 二战之后绝大多数经济体 它既不是纯粹的自由经济 也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 是两者混合 一个常见的情况是什么呢 在核心重要的战略产业 或者说是需要长期投资 大量资本投入才能建立的产业 会有国家政策 产业政策 规划 长期投入 然后在其他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产业 交给市场来进行规划 市场自由竞争局 实际上越来越来越变成这样 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是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直接的正扶持 但是他们通过对外的关税政策 对内的一些税务减免 然后扶持 然后优惠贷款政策 实际上也是你可以说 一定程度上通过计划和鼓励部分产业发展 所以二战之后 归根结底 大家基本上都是混合制的 产业政策当然可以算是计划经济 我的观点是 你如果非要 就是产业政策 当然你需要国家产业规划 你需要国家投入 你需要很多时候国家直接介入 相关工厂相关产业的运作 它当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算计划经济 为什么不算计划经济 而且产业政策往往也需要规划 怎么样一个扩张幅度 多少年你要扩张到多少倍 这些都需要计划 而且本身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是进行全球范围大规国竞争的时候 是这样的 竞争活动会导致高度去同化 因为什么呢 在竞争过程当中 双方都需要竞争各方面 都需要追求最高效率手段 当某一方面研究出一个高效率方式 这个高效率方式会被快速的模仿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改进 所以最后往往是高强度的竞争 就是到最后发现大家的竞争模式都差不多 很多时候是看的执行能力 谁能够更快学会这个新的竞争模式 谁能够更快的跟进这种新的竞争模式 所以说句老实话 真的没有必要整天在那边纠结具体制度差距 因为大家到最后都是趋同化 到最后往往核心决定差距的 不是你的方向问题 而是你能不能进行高效率的竞争 你能不能比对手更快一步 那为什么西方还保留多档制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多档制本身也越来越出现问题 而且西方多档制到今天所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竞争效率越来越低了 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现在看 二战后才兴起的新兴经济体 大量是并不是实质新兴党制的 然后包括传统被经常吹的欧洲国家 它实际上现在多档制度也越来越难走 多档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过去传统多档制存在 是需要有大量的利益交换 内幕交易 内部的政治妥协 它需要有这些的传统来维持 来保证多档制的效率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 随着民粹主义的盛行 各党之间越发越倾向于是 互相之间不妥协 来讨好自身的选民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多档制之间所带来的内耗 就使得其效率大幅度下降了 多档制怎么还能玩转 我依旧保持过去观点 如果你想要多档制玩转 你就必须要打压媒体 你就必须要拆散媒体 你不能存在大量的统一的媒体声音 你得需要做杰克逊当年做的这个事 而且多档制的参与者和玩家自己必须清楚 不能过分重视民意 这一点在今天比在过去要重要的多 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传达民意的手段 而今天社交媒体等等使得大量民间的杂音和噪声极其容易传播 而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基本认知 也是今天很多西方政客没有的 今天很多的西方政客是真的一部分人士 真的认为老百姓说什么 我选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就是一个好政客 但是不是那么一回事的 不是那么一回事的 你需要自己判断 就像你带小孩 你教小孩 你也不能一味的惯着小孩 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 你必须自己考虑 什么东西是可以给的 什么东西是不能妥协的 为了进行良好的教育 你需要做成什么样 你需要有自身的主见 你需要有自身的考量 不 实际上并不是你如果不听话 选不上 这里有必要说明 这里有必要说明 有很多调查都指出 老百姓未必真正喜欢那些 老百姓说什么就做什么的政客 这些人很多时候会被视作没有主见 老百姓往往需要的是真正具有领导能力 他一方面能够听进基层意见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自身的主见 有自身的明确方向 实际上你如果什么都听的人 往往容易被老百姓看变 或者说用我一直以来的评价就是 老百姓和政治政治家的关系 是顾客和厨子的关系 顾客拥有最终决断权 一个厨子端出来菜好不好吃 最后是由顾客来决定 而不是由厨子来决定 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什么 今天的问题在于顾客要过去 一眼一眼的盯着厨子做饭 然后开始评价你这个地方盐给的不够 我觉得你应该多给点盐 你这个地方糖给的不够 我觉得你应该多给点糖 厨子可以选择继续按照自己的做饭方式来做饭 他也可以选择听顾客的说法 顾客要加盐就加盐 顾客要加糖就加糖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算顾客说什么 你做什么 你都做了 最后菜端到桌上 顾客觉得不好吃 他依旧会骂你不好吃 他不会因为说 当初是我说要加盐 或者当初是我说要加糖 然后我现在就说 好 这是我的问题 做出来什么菜我都吃 他不会这样 他依旧会骂你难吃 就这么简单 所以到最后又回到那句话 政治就像做香肠 过程最好不要让人看到 同理我的观点是 对一切政策的评估 以最后上桌的菜为准 你不要整天去评价 你这一步该不该加盐 那一步该不该加糖 以最后上桌的那盘菜为准 而这一点你如果要做到 在今天是不可能的 你今天不可能说 你不允许去后厨 看做菜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唯一的办法是 你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和引导 让所有人有这个共识 就是一方面 顾客得有这个认识 就是加糖加盐是个专业问题 不是我能够随便干涉的 我的评价标准 只能根据最终的菜好不好吃来决定 然后另外一方面 厨师也有这个认知 不是说顾客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到最后你就对的 到最后你决定厨子是否成功的 是你做出来菜好不好吃 而不是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按照顾客的所有要求 加盐和加糖 双方都得有这个基本的认知 需要建立这样一种默契 对 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 是的 对和游戏策划一样 没错 你每一步都听玩家的要求 那游戏是一定要烂掉 不管是单机还是连机游戏 那一定是要烂掉的 记得了快12点了 好了今天下播了 今天下播了 周一加播一场 周一加播一场是哨前的评测 然后周二的话 我们来谈谈巴以冲突 周二的话会做一个系统性的专题 解释这一轮的巴以冲突 之所以不急着做 是因为我倾向于观察两天 到了明后天 基本上情况差不多稳定 会有更多可以谈的内容 好了 那么就这样了 大家晚安 再见